我們人民中心這學期公辦了 十一場的不同規模的活動 我們之前在9月30號的時候辦過一場座談 是以古樓五年紀 到底是部落的事還是國家的事 來討論罵資產和法上的一些爭議 我們今天做的這個主題 我們用共同論壇的形式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已經有許多的討論 我們需要提供一個平台 讓大家能夠聚焦 讓一些近年來許多的在原住民族地區 自然資源管理運用這方面有的爭議 能夠有一些聚焦 然後我們可以往下一步 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發展 那人民中心在2月份的時候 有一個諮詢會議 諮詢會議當中也是我們諮詢委員提出來說 台大梅峰農場的事情也是引起許多的關注 作為台大的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也好像應該積極地要面對這樣的一個議題 那因為我個人並不熟悉這樣的一個討論範圍 所以就在準備 那本來是5月份 6月份的時候要做這個事情 後來就覺得還是不夠 還是準備的還需要再長一點時間 所以我們到了今天11月22號 那可是我們還是衝到學校校慶 所以本來我們希望在台大比較重要的會議 是可以辦這樣的一個主題的討論 那我們就留在文學院 希望把這個主題能夠引起學校 還有校外人士的關注 那我們非常高興是台大在負責協調台大實驗民 跟山地農場相關議題的我們的行政副校長 張慶瑞老師在我們非常短時間內的邀請 他可以接受我們的邀請 今天來幫我們致辭 那雖然他待會兒還有別的行程必須要離開 沒有辦法全程參與 我們今天半天的討論都會上網 所以我們也希望提供學校 提供校外 對這個議題有進一步的認識 那我們歡迎我們的副校長 同主任 然後各位委會的團團人 還有所有的今天會上來參加這個論壇的來賓 跟關心這個原住民事務的所有同學跟這個貴賓 這個台灣大學其實這個設立原住民中心 已經有相當長一段時間了 那這個學校其實在這個狀況底下 其實一直是長期希望能夠透過這個中心 跟這個原住民之間 能夠有更多的溝通跟了解 這個了解包括文化層面 包括這個生活習俗層面 包括這個甚至 將來互動的這種點章制度方面 都希望能夠有更多的這個溝通跟了解 對 台灣大學這個跟其他的公務機關一樣 其實政府的公務機關一樣 這個由於這個擁有台灣所謂的1%的主力 所以基本上跟原住民之間的互動 其實相對於其他學校是更加的平凡 這個放到主要的幾個區塊 包括我們的這個三級農場 包括我們的這個溝頭 那這些東西其實在過去的這一段時間內 政府其實不斷的在學習彼此之間的互動 那台灣大學在遵照這個政府的這種研討底下 一些指示底下也不斷的在進行我們相關的這種 典章跟制度的修正 那當然今天這個樣子的一個聯討會 我相信在討論之後 會有更多更正面的理解跟建議 那這些東西基本上在合情合法合理的範圍底下 我們會盡量的這個研究跟這個了解 然後看怎麼樣能夠進行更多 大家能夠更和睦、友善的互動 我想這個今天因為剛好是台大運動會 正在開幕 然後這個所有的單位都在進行這個落場 所以因為這個接到通知其實滿晚的 所以這個校長也有一些行程 我等下去接他的行程 所以可能很抱歉沒有辦法完全的參加 不過我想這個相關的結果 其實這個會有全程的錄影 可能會有書面的資料出來 那原住民其實大部分的這個事情 實務的方面 其實學校有很多這個相關的這個系統在處理 那我這個辦公室其實主要是最後在有真正有相關狀況 如果議題需要做進一步協調的時候就到我們這邊進來 那也因為這個原因其實在我接手以後 大概在上一次上上一次的校務會議 其實有成立一個原住民工作小組 不過這個是一個非常設單位 基本上是碰到有狀況的時候在臨時設的單位 那當然這裡面有包括這個原住民教職員代表 跟原住民學生代表 還有基本上還會有這個原住民法律相關的這個部門 那其他有一些是相關事務的當然代表 這個基本上是已經在正式校務會議有成立 也希望能夠做一個介面 能夠把這些事情回來 其實很多的誤會其實是因為大家互相認識不夠 好像溝通 充分了以後會有幫助的 那我簡單的其實也介紹一下台大有關於入民的相關的活動 另外其實就是也希望以後能夠跟原住民中心 還有所有關心原住民事務的同仁 能夠這個大家共同勉勵 造成這個最後造成這個能夠這個政府單位 臺灣大學還有原住民部落 能夠大家多贏的取名 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時間非常的緊湊 所以我們一共只有一個發言時間在十分鐘之內 我跟大家簡單的書明一下我們做這個事情 是因為台大本身只有兩個 目前從今年初我們開始有這個構想到現在 已經只有兩個相關的爭議 那所以我們希望我們就很比較積極的在準備 然後運氣很好的 因為我們就跟這個北一的北一人老師商量一下 問問看他說那很多人在討論 上個學期我記得台師大原民中心 王老師這邊也就是有請好幾位 部落的人就是跟這個議題最相關的一些人 到學校裡面去就是把一些狀況帶給大家 所以後來想說那台大原民中心 我們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那所以想了一下就是好像林老師這邊的看法是說 這個議題需要更多人參與更多人關注 所以我們就說那我們先來整理一下這個題目 然後也原來覺得只是單純的一個 不是說單純 就是許多的爭議好像都是部落跟某一個政府單位之間 有一些衝突 那後來說這對於難道 然後好像風火一樣四面都是 那我想說這是什麼時代了 為什麼還是這種情況 那後來然後當然也慢慢的知道了說 其實2007年有共管法 原住民住地區自然資源共和管理辦法 所以它是有一個法律 這法律是在反映 是呼籲的是2005年通過原基法 原基法跟共管法其實都是在因應 2000年通過的 我們有的憲法徵供條文裡面 憲法徵供條文講得非常清楚 台灣的社會已經發生根本的改變 它肯認台灣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 那在憲法這麼最高層級的一個 一個國家法規裡面 它下來要怎麼樣落實 最後沒有原基法 有共管法 共管法的精神跟它的施行的可能 是不是已經充分做到了多元文化 可能多元文化社會的這樣子的一個理想 多元文化社會是一個 我們這個當代人對於台灣的一個社會理想 對於台灣的一個想像 這個那共管法是不是可以落實 幫總落實 把這個精神落實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面 我們的社會生活裡面 好 那所以法的出發 共管法是一個善意的開始 那在善意的開始之下 為什麼仍然有許多的爭議 那我們就希望說我們集中在共管法 共管法之前的努力或之前的爭議 我們也希望在共管法中間已經整理出來 表現出來 所以我們有了共管法 那現在跟我們今天的去教 說共管法到現在七年 為什麼有了共管法 並仍然是我不知道我沒有辦法做統計 說這個比以前的爭議要少 至少我可以意識到這兩年的爭議是非常的多 為什麼有了一個善意的法律 仍然有著許多的問題 當然我們在座大概對於這個法條內容 都有一些熟悉以及對於得獲因這邊會有一些意見 那畢竟他當初出來是一個不容易的事情 那做到了什麼 那一切是因為我們現在的人還可以再做 還應該再做的 所以我們今天希望說 回頭來看看2007年訂定共管法時候 那個時候的目標 那個時候的精神是什麼 然後希望能夠去凝聚大家的不同立場的意見 大家都是希望做好事情的 可是我們想的做好事情的方法 可能跟其他人想的不見得是相同的 所以我們怎麼樣能夠有更充分的溝通 然後可以凝聚出一些對於共管法的期待跟理解 然後施行上怎麼樣 目前現實上困難什麼怎麼樣可以更好 是問題到底卡在哪一些地方 還是說也許有些很成功的例子 比較順利的例子 我們大家可以拿來參考 所以我們是希望找出來下一步要怎麼走 我們怎麼消解這許多爭議的 有沒有這樣的消解爭議的一些途徑 那我就直接也就進入我們今天第一場 第一場也是由我主持 第二場我就拜託林藝人老師 那我們今天的三場的一個區隔 第一場是找一些主要的單位的 或者是負責人 或者是就是今天大家好像都很忙 好幾位都是幫忙出席的 那我們盡可能他們也都提供了一些文稿 大家可以參考 那我們在座的都是 即使是說看起來非常年輕的 這些朋友也都是有非常豐富的工作經驗 所以在座的有研究的學者 也有實務經驗非常豐厚的人 然後我們希望這幾位能夠把我們這個 這個共管法是什麼 原住民族相關的共同資源管理 這個議題是什麼 目前大家的觀點是什麼 出發點是什麼 然後碰到的一些主要的概念上的關卡 或者我也想在這個第一個部分 我們主要談概念上的一些轉變 或者是關卡 然後那大家都有非常多的實務的例子 那我們在 然後我們大家每個人10分鐘的討論 報告完之後 我們會有20分鐘的討論 那就歡迎各位提意見 還有有一些發表人想要補充的 在這個時候可以再補充 那我先簡單介紹一下我們的幾位 我們這個第一場次的幾位發表人 我們是按發言順序做的 我第一位就邀請汪明輝老師 才是他的地理系的老師 也是園運中心的負責老師 那邀請汪老師是因為 我想他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另外他的研究是空間方面 也算是比較早就開始碰觸這個主題 那之後他談論的一個方向是知識體系 這都是在 那我們所以就會聯想 那州族的知識體系 州族跟空間相關的知識體系是什麼 那有這樣子一個出發點 這樣的一個角度進來 幫助我們怎麼樣看這樣的議題 另外就是說 我最近在準備資料的時候 看到是一些州族的 我不知道那資料有沒有寫錯 州族的有一個共管會 大概是我看到成立最早 怎麼會是在共管法成立之前 我是不知道我是沒有看錯 那所以也許如果王老師有一些參與 他也許可以告訴我們 那個例子的情況 因為我的網路上看到他們會議紀錄 已經看到這13社會 是看起來是蠻難得的 怎麼有這麼愛開會 那第二位也是很感謝能夠參加 是林務局副局長楊副局長 我是在九月多的時候 那個請坐 那個在普通陳老師主持的一個研討會的時候 看到他 然後林藝人老師也建議他說 政府官員我們就應該是找楊副局長 他不怕 就他非常專業 那我在看資料的時候也才發現他 2003年台大森林所的博士論文 他做的是環境衝突的解決 他中間提到兩個例子 其中一個包括台大的情況 所以這個議題是非常長時間的 那所以 所以 楊副局長不但是專業上 他有靈業 靈學的一個專業 然後有在這個政府 政府就是實際上跟要討論購官法 或森林法 這一些相關他有 他在這個政府的位子上面 再來說他的學術研究是跟環境衝突解決有關的 所以非常期待他的發言 然後我們有圓民會的一位年輕同仁來參加 年輕同仁 吳先生我們是邀請請坐 我們是邀請土地管理處 能夠有代表來參加這個討論 吳先生他承辦的業務是跟著非常的相關 那我也有機會看到他 這個版本是比較簡 我有看過他比較長的論文 所以他也是概念上跟實務經驗都非常的熟悉 那再來我們這也是一位年輕的同學 排他法律所博士生 我是去年差不多也在12月的時候 在另外一場會碰到他原創條例 我想哇他好厲害 我們請那個謝院長來 法律學院的院長 那因為我聽前一任的圓民中先生主任 他是跟我說我是請他建議說應該找誰 因為各位可能沒有想到2007年共管法的草案是圓民中心你的 那我自己是沒有參與到那個時代 所以我問前主任的時候 石正仁老師他是說 當初幫忙朝你的有謝院長是其中一位 那謝院長也答應了 那因為今天在繞場 所以作為精神領袖也蠻重要的 所以他請博士生邱小姐 邱小姐也就是和寫了這篇文章 大家在手字上可以看到算是相當完整 一面有講到台大的這個例子 那他之前實際上他之前102年的時候 他跟其他兩位老師完成了一份 替那個研考會完成一份相關的法條等等的一些討論 就是他前面這大本書700多頁正文300多頁 各位可以有信有我想 所以法律這方面就是請邱小姐這邊幫我們 把這個基礎弄清楚 現在的立足點在哪裡 我們發展的餘地在哪裡 那我們今天這個第一場次的最後一位 因為就從他這邊他的文章也有了台大例子 也是台大的參與當初的立法 那最後一位我們找的是邀請了台大實驗林管理處的處長 蔡維哲老師也是他今天有戶外教學的安排 所以他請了副處長來 副處長梁先生 梁先生幫我們談一下台大實驗林 他作為一個也是所謂的資源治理單位 他們的一些考慮是什麼 那我想就是我們今天會有學界就是森林學 這個特別的學問他有些考慮 然後我們有些機關、林務局、園民會 跟台大生命管理、協業林管理處 這幾個單位的一些角度 那另外汪老師這好幾個地方 對於這個主題 好幾個角度跟這個主題都有關 那我們現在就請汪老師這邊先開始 謝謝主持人 主持人童教授還有各位在座的羽壇人 以及關心我們原住民 鼓勵權力的各位先進 各位貴賓 大家早安 謝謝台大原住民的邀請 我很高興能夠參與這次的討論 但是也很抱歉 我沒有時間寫一些發言的文章 我只有一些綱要 那麼我大概我要報告的 這個有一個主題叫做 邁向自治管資源共產 那我大概分成六個部分來談 第一個我先談這個 現階段的原住民資源共產 管理方法的一個解釋 大概我看的是這樣的就是說 這個原子法當然是根據原基法 原基法而指定 不過應該是一個 就是一個執法 比較細則的部分 不過如果各位看的話 我是覺得說 當它變成執法的時候 是否它有一些前提跟電警 都把它遺忘掉了 這也就是我說 我要在主題上再次提醒 我覺得原基法的精神 其實就是要促成這個原住民自治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法律了 可是我們現在的原基法 並沒有任何的文字是自己提起這樣的一個關聯 所以我認為它是一個沒有前提 沒有願景的一個資源管理方法 所以沒有前提就是說 它並沒有承認原住民的傳統的意義 並沒有說這個是要準備要歸還原住民傳統的意義 或者我剛剛講承認原住民主權 我們講這個土地的主權 然後進一步要歸還 第二個這個沒有願景 沒有願景就是我們願景很清楚 就是未來要朝向原住民族的知情 這件事情 這個在魔法上其實是有隱含到這樣子 不過如果沒有這樣的以前 你沒有這樣的願景 我覺得這樣的現代道就是一個現狀 承認現狀 可是我們每個原住民都是很不滿現狀 所以原景法其實是一種對未來的一種 一種努力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基石 那麼另外我看到常常在很多 剛剛也提到說阿里山是很早就有共管了 等一下我也在 那總 我看總是說一個政府單位 理工局或者是一個國家共管 跟一個小部落之間的一個共管 這樣是一個非常不對稱的 一個歪斜的一個共管 也就是說它不是一個對的 不是我們兩個夥伴的關係 這個夥伴關係好像 一個小的部落的一個代表 部落會也面對一個這麼龐大的一個國家的一個 一個 agency 一個單位 好像無法對的 那麼這個是第二個面向 第三個就是說 目前的資源辦法 共管辦法 都是單向 原住民部落都是一種 處於單向的或被動的權利 單向就是說 這個政府部門想要部落會議通過什麼 我們就有權利 即部落但照到會議 沒有部落要去主動要去召開會議 要要求這個 反向的要求這個國家的這個單位 所以是一種當下 是被動的 它沒有主動的 然後現在的共管 就比照織節化的共管 沒有設定主權 或者領域權的概念 那因為前面的這種不對勢的關係 所以常常共管是一種 好像部落想要爭取一些 我講織節化 就是說爭取一些工作機會 就業機會 爭取一些建設經費 比如說路燈 或者是道路 或者是等等這些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是部落照樣是 好像我嚴明會我要不到 我相公所我要不到 我就第二個窗口 我就跟這個國家公園 我跟這個禮物局一樣 這些資料 要這些資源 所以這種 這個絕對不是一種對的 共管 那我覺得 我們應該要去 改變這樣的一個 一個態勢 那麼第二部分 我要談就是說 講完共管 為什麼會引起原住民這麼重視 其實當然我覺得就是 有一個不同的意見 就我的觀察是這樣的 就是 是因為我們 對原住民來講 原住民的土地 我常說已經這樣的一個歸環 是我們念字在字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主題 所以當這個共管 這個共管其實某種程度 就是要希望借入共管 有一個落實 保障這個土地權利的一個 一個重要的一個機制 可是我們常常會把這個共管 會落實到比較細節的東西 比如說就業 我記得在馬高國家公園的時候 特別凸顯 在討論的時候 就是說 這個國際公園的處長 或副處長要原住民 那個公園警察要用原住民 或者是什麼科長 或什麼樣的一個 就在爭這個就業機會 然後這樣就叫做共管 那 可是 這個 把這個討論的話題 引導這樣 就會自然 我們就會忘記就是說 原來馬高國家公園 他們最主要的討論就是 他其實是整個領域的 是不是被承認是泰雅族 或其他的族群之間 他們的長種領域的一個權利 那麼到最後 我們原住民出了兩個 就是說 有兩個不同的主要的意見 而且內部產生一種對 一個就是說 他要接受這樣的一個國家公園 一個共管的模式 另外一個就是說 一起共管 我們不如就自治吧 一個是先共管 然後再自治 一個說 幹嘛要這樣子那麼間接呢 我們就直接來自治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那個土地問題 傳統領域選 還是在這個裡面 是最重要的 那 所以我個人的看法 應該還是屬於這個土地選 或者傳統領域選 規範的 之下的一個共管 我們應該這樣去認識 所以呢 這個共管只是如何去保障 跟傳統領域選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方式 就是說你要考慮到最重要的 才是土地的 那麼再來就是說 這裡頭常常會被忽略 就是當我們講這個治理的時候 治理的時候 原住民的傳統的生態智慧 生態智慧 這個很多學者逐漸在重視這個部分 那麼其實當我們講共管也好 或者是說在地治理也好 其實在強調是傳統原住民的一個 生態智慧 有很多學者在討論這個 包括我們在座的寧議員或寬大理教授 那麼 就我個人來講 有一個學者比較符合我們原住民的這個治理的模式 我認為應該是這樣 原住民是利用就是治理 利用就是治理 那管理它並不是到使用的階段 也就是說 國在公園呢 仍然是限制原住民的進入 但是民意上我們來共同管理 雖然這個共同管理沒有達到 那真正能夠管理就是 你要開放這個部落主人 能夠進入到這個範圍內 然後呢 按照他的傳統方式去利用 比如狩獵也好 採集也好 或其他的活動也好 這樣子呢 這一方面可以利用他們 利用他們傳統的知識 然後去利用這個土地資源 然後達到這個治理的效果 我剛剛說利用幾治理 而不是說利用跟治理是分開的 它在利用的時候就在治理這個部分 那你沒有 你只說它有 只在會議桌上有一個管理的 可以參與發言 然後呢 完全關閉了這個土地呢 但是 這個是根本就沒有到達這個 真正治理的一個精神 當它利用的時候呢 它就不會像現在 我們會自己 原住民會逐漸遺忘這個 這個生態的智慧 就是說我們要 一方面也是要 期待所有原住民呢 能夠持續那種生態智慧 它之所以成為智慧 就是因為它是一個非常明智的人類的 一個機制上的一個設計 比較接近的 我們說Burkus的這個概念 就是說 這個對於這個環境的資源的認識 以及它的利用機制 社會的規範 乃至於整個社會觀 這個宇宙觀 生活方式的一個整套體系 這個東西 我們在概念上 是可以分成不同的層次 可是呢 它是一個 對原從來講 它是融為一體的 它是融為一體的 所以 當你利用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社會機制 或是怎麼樣的一個運作 就是一種生命 一個生活哲學上的一個呈現 所以 你一定要讓它進入到使用 能夠開放這個空間 使用的空間 你才能夠達到真正所謂的 這個利用 就是所謂的治理 這個治理呢 才能夠落實我們今天講 共管的這個最重要的一個權利 那麼第四個我要講就是說 我們現在都在管理辦法裡面 都是在講部落回憶 部落回憶 我覺得這就是 我們可能原住民 就是說 我們現在政府承認十六個民主 原來九十四個 上面十六個民主 那這個民主在這個中央原住民 都有一個民主的代表 意思是說 這十六個民主 都是我們中華美國政府所承認的 這個存在的一個集體 或者是一個實體 可是剛剛我們在做這個 支援共管的時候 我們好像忘記了這個 有這麼一個民主存在 只記得有那些部落存在 那你把這個民主 一個整體的民主 你已經承認的這個民主 到了這個共管的機制之下 又把它簽一下 只有那些在這個公園範圍之內 這些部落就可以 其他那個同樣的族群 是沒有權利的 不關你的事情 這個是什麼呢 這叫divide and rule 只是說把你切分成零細化 然後呢 把你分化 然後呢 我方便跟你統治 所以為什麼會變成呢 這種不對稱呢 也是因為這樣 真正要對稱 我等一下會提到 我們有部落會 可是以前原住民 就有一些民族議會的設置 所以民族議會呢 所以民族議會呢 在前朝 其實是很支持這樣一個 一個運動 可是到了現在呢 又以部落會議 那原住民自己在做部落會議的時候 也往往落入到這個部落發展協會 或設計發展協會的模式 這個根本就是外來的 它跟傳統之間呢 根本可能是沒有關係 或是只有一點點關係 可是呢 它往往是把傳統的那套的社會機制 就是Bertis所講的那種社會規範機制 那個部分根本就是遺忘掉了 所以 我們現在應該要同時兼顧到 部落會議 還有部落群 還有整個民族議會 這樣的一個層級 然後共同去架構這樣一個共廣 我們才有可能說 真正落實到說 民族它跟國家之間 它是種對的 所以 部落會議 我再講一下 最常碰到就是說 我剛剛提到這個社區霸函協會 就是它約了 或者是取代了 代言了這個傳統的部落會議 也就是說 這個代表性是一個問題 誰能夠代表這個部落 哪一個團體可以代表部落 誰能夠代表這個民族 我不知道這個 坐在這個園民會的這個族群代表 往往只是仇佣性子 但是 即使是如此 我們應該可以藉由現行的 現有的這個制度 我們也可以去落實 它真正可以是民族的一個代表 那這個是未來的一個題目 再來就是 我們的這個公管的權限 公管的權限是好像 就是 剛剛講的都是集中在部落會議 我覺得 好像只對未來有規範 就是說 未來我這個要做什麼樣的措施 這個你來召開部落會議 那沒有對過去發生的一些好的或是不好的 我也沒有權利再去開會來去討論 然後呢 你是要造成了這個季庭的事實 但是呢 對我們部落來講這是不對的 我們不應該同意了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去修正 或者你應該要提出一個賠償啊 比如說 對未來 要不要部落同意 或者是我們現在的這個民族議會的同意 但是同樣的對過去應該也有這樣的同意權 因為顯然有很多的錯誤在過去就已經造成了 所以對那個錯誤我們不會 因為過去沒有部落 這個公管會議 或沒有部落會議呢 而去 而去說 我們就接受那個不對的 政府也不應該是這樣子 對過去的一個錯誤的承認 然後要去修正 這是應該 這個梁上的政府應該要做到的 那麼然後就是說 我們應該要確定就是說 這個民族它的傳統領域 它應該有一個主權跟最終的決定權 我們現在是同意不同意 我們其實還有一個權利的概念 就是否決權 應該有一個最終否決權 對 可是看起來我們因為是部落會議 所以這個好像並沒有這樣的一個設計 所以我的最後的一個看法是這樣 就是說 就算是邁向民主自治的 以現階段的一個條件來說 我們其實能夠做的就是說 這個部落會議 它還要跟其他的同族的部落會議 要形成一個橫向連結形的部落群的聯合會議 然後這是地方的 另外在中間我剛剛提到這些民族代表 民族代表我們應該促成這個民族代表 民族代表有義務 不是只有在這邊跑選舉 有義務要去整合這個民族 不管是在這個國家公園裡面或國家公園外的這些部落 我們都要成立一個各自的部落會議 然後按照傳統的這個機制 然後最後整合成民族代表民族議會 然後這個不同層級 你可以跟不同層級的政府 形成一個共管的這個會議 然後我剛剛講這個民族代表 他的責任應該是要架設在中央 中央層級的一個民族跟國家的一個對等夥伴的關係 然後其他的這些單一部落或者部落群 他可以在這個前提之下 然後去執行這個共管實質的一個共管的一個關係 一個貪有的這個權利 就是說我們現在都只關心到這個地方的部落 我們沒有在中央這邊 落實我們過去常常講的就是說對同夥伴關係 這個夥伴關係不是只有一個好聽而已 我們應該要是具體的落實為制度上 或者法律上的一個建制 那以上我的報告 對不起 我等你超過時間 謝謝王老師 我想大家盡量幫我們維持在十分鐘 可是盡量 那楊護局長 主持人還有各位貴賓 我的報告是 還是緊扣在這個的題目上 就是資源的最佳的方式跟流程 那我們談論一件事情 當然可以從各種不同的角度 或者從民主民主的角度 或者從管理大陸的角度 那我現在以下的報告是從行政流程的角度 來談資源最佳管理的方式跟流程 那我這邊談論的是 如何達到有效性、公平性還有謹慎性 因為任何的所謂的政府的這種部門 它絕對不是一個實驗性的去操作 那我們很高興在國家基因 在英國九十三年跟九十三年間 《生命法》裡面的第十五條 這個文字上面寫錯了 應該第十五條的第三項 以及《野生動物保護法》裡面的 第21條的第一項 已經把原住民的一些相關的規定 已經納入在這裡面了 94年的時候 《原住民主》基本法裡面 也把類似的這個文字放在這裡面 那在這上面 曾經我也聽到 因為很多人實在是說 我們公務人員很希望做這件事情 可是在這上面有很多 不確定性的法律名詞 倒比說 《生命法》裡面的所謂的 《傳統領域圖》 剛剛王老師也有傳到 還有所謂的《生活冠食》 在《野生動物保護法》裡面 有所謂的《傳統文化》跟《記憶》 但這種名稱 對於一般 非原住民族的這些文 來定義這是比較困難 那我在公聽會上面 曾經也有一些出席的人說 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 是由林務局來定定的 那實際上 林務局沒有這樣的難力 來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再看《原住民族基本法》裡面 也有講到所謂的 資源利用生態保育知取 取得原住民的能力跟參與跟分享 這些都是一些好像是感覺上 真正在操作上面 怎麼操作 是有一些間隙 曾經我也聽說過 就是原住民族委員會 已經訂定了一個所謂的諮詢的方式 可是部落聽到以後 就是說部落已經有它傳統的部落的會議 那為什麼要按照原住民族委員會 訂定的所謂的諮詢方式 來進行這樣子的程序 所以這個上面 在行政流程上面 現在我們面臨到第一個問題 可是這樣子已經走了十年 在行政院裡面 我在前兩禮拜參加行政院開一個 援助民族自治戰型條例 它是利用加拿大的民族自治的體制 它選擇是一定區域內設置屬屬人的主義的自治政府 採用同一個規範透過一定規模的試行階段 協助各族規劃最妥視的權限組織跟財政的制度 那在會議當中有人講就是說 原住民族的十六個族 它並不是同時在一次到位 就是有的是跑到前面 有的是比較落後 那如果說我們假設在用這種方式在一次來進行的話 那很可能會產生一些剛剛我所謂的謹慎性 所以說是不是跑到前面的 我們先用所謂的戰型條例來先操作 如果他有一些經驗以後 推廣到十六個族裡面 那一般的行政院版現在是這樣子的看法 那另外在這上面也有談到就是 如果我們這樣分的話 原住民是按照所謂的民族自治體制來做 那地方政府呢 那地方政府的 好比說我們講說屏東縣的縣政府 或者是鄉公所 它跟這樣子的關係又是如何 所以這個就是誠如王老師在講說 這個制度架構上面還是有一段的路要去走 那第三個是我們看到實務面上面 實務面上當時在會上說 我們按照原住民 那就是當地的原住民的百分之一 來算出來他這個原住民 知識政府上面的公務人員的這個人數 那可是我們看到他列出來的業務是非常多的 就原期法裡面的相關業務 總共有二十四項 那實際上我們在講說 每一個現在的中央目的稅主管機關 它是四項的重前面 就要比說交通部 所有的交通是由這一項的部會去操作 內政部 民政它是重向 可是原住民自治政府 它是所有業務的很簽名 就是它又要管所謂的資源管理 又要管土石採取 又要管採礦 又要管野生動物 又要管所謂的油氣 那它是一個事情的很簽名 那它的人數也不多 在這個上面如果要操作這樣的事情 它實際上是一個人的問題 那林務局在於遇到這樣的問題 我們在原住民國有林產物主份規則裡面 已經相關的一些機會 那希望說 你漂流木出來的話 跟原住民如何合作的關係 縱使在森林裡面的一些漂流木的話 如果是不是透過原住民的一些傳統的灌食的需要 其實也可以透過一定的途徑來解決這樣的問題 可是我們回到這個剛剛講的森林坊裡面的第15條 那林務局一直在希望說能夠在這上面的一些突破 那我們也非常感謝原住民主委委會在這上面的一些指導 那我們希望在短時間裡面 如果能夠突破第15條的話 其實原住民在這上面的所謂的螢幕的採取 已經有一些法治上面的一些執行的結果 那野生動物保育法的問題已經解決掉 那林老師曾經有邀請過加拿大的學者 那他在最後面的結語上面 他講的說你可以從一個非常難 高難度的方式去操作 可是他必須透過一個非常非常長的時間 如果你換一個思索 是不是能夠從小的開始找到第一份的喜悅 然後建立彼此在這工作上面的一些互信 然後找到可能的一些合作的機會 你將來面臨大的話你就有一個定小吃了 那實際上我們在看在90年代的時候 行政院議員當時有講說 我們國家遇到了非常多的地震 我們是不是能夠發展國內的攬車系統 所以有學者就講說 我們希望從做一個攬車 從出口 嘉義的出口一直到玉山 那當然是一個高難度的這個 你碰到保育的時代就很難了 可是如果你做一個所謂的日月潭到九族文化村 很短 只有1.6公里立刻可以達成 那我們在這兩個選項當中要怎麼樣選項 我提出我以下的資源管理的看法 那個任何的法律都有它的無限性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相關法律的一些協同性 來能夠達到我們的一些目的 那在這邊我們是不是能夠建議原住民族融會 因為這個還是原住民族是你們的一些 所謂的成立原住民族融會的一些物件 所以是不是能夠透過所謂的法律記 也就是我剛剛提出來的這三個 或者是像其他的目的事業主管的機關 能不能夠透過這樣子的一些的依據 然後原住民族的一些需求 然後釐清法律跟行政上面的阻礙 就像我剛剛談的 是不是能夠早一點把傳統領域給確定下來 如汪老師剛剛講的 那確定下來以後也許接下來的這個路也會比較好走 你看你們有諮詢的方式已經有了 原住民的同意跟參與的機制 感覺上好像現在還沒有 是不是能夠把它確定下來 資源利用跟生態保育的名詞定義你們也有 那是不是透過這樣的啟動能夠找到一個位置 那這樣子的位置是不是能夠找到是說 能夠可以解決在一定的時間裡面可以解決的這樣子的方式 去找到這個位置 那最重要的還是要有這種難力 那我們一直在講的是說 你好像說要找野生動物 那如果說你打得太多的話 你也會影響到所謂的一些台灣黑熊的一些族群的這樣子的數量 那當然原住民同仁也可以講說 我透過我的傳統智慧的一個能夠解決這樣的問題 那是不是能夠透過一些所謂的一些平台 能夠找到能力上面的一些活動 透過一些所謂的綠色經濟零三倡議 能夠找這樣子的一些機會 那剛剛主席有講到說州族的共管機制 那實際上是我在嘉義里管處之前的前處長已經建立了 那我在那邊待了三年我們每季都開會 那當然是王老師講的是說他比較位階不是很高的 可是我們是覺得是說至少能夠滿足當地原住民一些的期待 好比他說他是透過了一些遊客想進去 那這個遊客進去的這個道路領務局可不可以協助去把它去建設起來 那有一些他們傳統灌輸的一些 是不是能夠透過研究計畫去把它發揚出來 那當然是小的啦 那可是我還是回答應給你們說 如果我們能夠透過這樣的機制 能夠跟當地的原住民的部落 能夠建立一些的合作的關係 其實就找到了非常多的喜悅 那如果說是這樣的話 那中央政府的目的十類主管機關 能夠按照原住民族政府定定的這樣子的相關的流程 能夠梳理這樣的內容 其實哪一個原住民甚至公務人員 想要跟自己的同胞想要對比 是沒有人願意這樣子做的 所以我這邊很清楚的建議是說 是不是可以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這樣子 相關機關跟原住民之間的橋樑 謝謝 謝謝 好那我們就原委員會吳先生 恭喜 恭喜 聖主任 楊福菊長 還有教授 還有正常的交通網站 好 我想 在座各位 可能對於共產對議 都比我還很短進 那今天 剛剛不看我過講 大概是 就從 目前所長的業務 還有廠廢的部分 然後還有一些實力部分去做切入 所以說我大概 時間換氣好 所以說我大概做一個研究的方法 那大家記得都知道說 原機法大概是在94年公布事實之後 大概就 從那時候開始 那時候已經我們全規定好了 我們要去成立工法 那當然從原機法成立之後 各個相關的執法 或者是說 訂定了一些執法 還有一些法律修正法 都會有積極在進行 那那個工完辦法的部分 當然從94年之後大概都有 一直在積極的研究 那後來當然是因為 法科大國家公園 還有聖馬會議的事件 就是說其實有加速這個流程 所以說 我們在96年的時候 就會有辦過大概 在那時候指導的工辦已經 那工完辦法裡面大概就是 基本上大概就是八條 那有清明聽說 工完辦法必須要有 就是聖資源治理機關的時候 必須要有這個 資權統一程序 還有一些工完辦法的一些 書上的一些程序 那目前在國內成立工完機制的案例 會比較少 大概像是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大概 像是內政部辦定 國家公園區域內 原宿民族地區支援工床 管理會設置基礎 還有就是剛剛 一直也有提到的 公園委員會議務局 嘉義區管理部 阿底三鄉 享受毒原宿民族 支援工床 管理會設置要點 那另外 在台東的部分 東華中那邊 大概在都外比 有機區域展示 開發計畫 其實也因為涉及到 東華裡面的部分 那部落跟東華中這邊 大概也是朝著 廠地公館機制方向 去建立備貨 未來也會朝用這個方式去激起 不過就目前現況而言 為什麼我們國內的案例會比較少 我想可能就 目前公館辦法都會定 因為大部分的資源治療機關 大概在 原機板公佈事情前 就入廠地 那依據現行的公館辦法 對這些資源治療機關 並沒有絕對的一個強制性 那當然還有另外就是說 公館辦法的內容 它的操作上 或許它有一定的門檻 或者是說 它有一定的特加性 所以說會導致說 目前國內在台公館的部分 會比較受到一些阻力 那所以說會造成說 安利可能會相對比較少 但是我們會裡面當然是 一直在做 就對啦 拒絕協調的一個角色 那當然是希望說 在現階段 或許說 有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好 那今天如果是法不完備 那明明快就應該要修法 那這個部分其實 我們會裡面也很 嘗試的想要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 就我們會裡面所講的反規 對大家都知道 其實這個涉及到很多層面 那我們 就像我們推土海法 就是美主土地基海運版 這個部分 我們推了就推了好幾 那其實 在行政院立法院 直接來來回回 其實 這個會有一定程度上的困難 那當然我們也會經理去做這一塊 這個法治作業上我們都會經理去 去落實 去執行 但是 就目前現階段的部分 就如同我剛剛所說的 現階段因為可能 資源治理機關在原期法公布執行之前 就已經成立了部分 因為公安辦法它沒有一個 絕對的強執行 但是我 我們會裡面立場大家會希望說 現在的資源治理機關 在原住民族地區從事資源治理 或利用相關行為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回歸到去考量 原住民族基本法 其實它從第二四條到第二十三條 大概都是在規範 原住民族土地跟自然治療的相關權利 那應該要去重新思考 政策跟措施方向 才能在這個目的世界主管機關所長的法規 跟原基板之間去尋求跟基金措法 然後才有辦法去保障 當地原住民族的權益 那我舉個例子 依照生命法 剛剛副局長沒有提到 依照生命法第十五條第三項規定 原住民族在傳統領域上 得依生活官署 採取生命令產物 依據這一條的規定 我們會內跟農委會這邊 有要定個採取生命令產物的管理規則 那當然這個大概時間也拖了蠻久的一段時間 那最近有比較集體在互相 就是跟農委這邊在集體的溝通 在演藝術的條文 我們會內也把我們修正的版本 送到農委會來錄裏 那目前還在協商討論這段 那不過就 我為什麼要舉這個例子 因為就農委會 就林務局目前的立場 他們認為說 依據生命法第十五條 凡采拔領產物者 需經主管機關許可使得運銷 他們依據這一條 認為說 所有的生命法的 就是生命法所規範的領產物的發財 必須都是用許可制度的 所以說當初在這個 採取生命已經採用規則的部分 林務局他們所提到的版本 就認為說 不管是個人微量採取 依生活管理所需個人微量採取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是有償或者大規模採取 都必須要事先申請 取得許可才得為之的 但我們會裡面就會認為說 其實這個在 依照原住民族的貫注 其實是有點不符合實質 有些臨產物它的規則 可能是出業時間很短 那或者是有時候都是 各種微量採取 各種微量使用 其實這個微量使用部分 你說要事先申請 然後通過一些很蠢蠢的程序 然後才可以去採取 其實這個在事務場 其實是很難去做到這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會內版本 會比較傾向說 我們會內版本 我們修正給文族這邊的版本製作 個人微量採取的部分 全部都不是用事先取可 而是用我們公告一個範圍 然後公告一個就是在傳統領域範圍 可以採取的區域裡面 那除了哪些哪些哪些 是不可以採取之外 其他的都不需申請 就只要我們公告上來 這個區域裡面 不管什麼時候 只要是個人微量採取的部分 無常採取的部分 就可以從事相關的採取行為 那除非是有大規模的 或者是有長的 必須就是有靈異行為的部分 才需要事先去取得 那個申請許可這樣子 那當然我們在跟領務局 討論的過程中 那領務局可能就會一直覺得說 依據生命碼第四四五條 反正我的全部都要許可知道 我之後沒辦法突破 但是我們會裡面 可能就會去重新檢視 十四五條條文章說 發財生靈產物 必須主管機關 許可使得運銷 我們會覺得說 後面為什麼要加使得運銷式 意思就是說 可能這一條當初所定的 因為也有問過其他領務局那邊 甚至這條是不是有做過韓式 他們也說過 法國會他們也說過沒有 然後我們就會覺得說 這條條文的感覺起來是 為什麼後面要加使得運銷四個字 我們就會覺得說 使得運銷就是說 你預期要有運銷行為 才前面可能要進入許可 那所以說如果說我們 違約採取 各人違約採取 各人違約採取 各人違約使用的話 這個其實並沒有運銷行為 那是不是一定要申請許可字 這個是可以思考突破的方向 另外就是說好 就算退萬部來講 全部都要申請許可字 都要許可字好了 不是申請 就是45條規定是許可字 就是退萬部講 全部都要許可字的話 我們也可以思考 許可字的方式有很多 不一定是要書面申請許可 那我們如果說今天 以一個公告一個範圍 然後許可它在裡面採取 這也是許可字的方式 其實意思就是說 就在法條上的解釋上 我們可以重新去思考 原器法的 二四條到二三條的這些精神 然後去做一些法條上 可以適當的一個解釋 它有一個空間 有一個材料的空間 這樣子我們才有辦法去突破 目前的 就是現在的困境 那本來其實我還要再講 大概還要再講說 剛剛那個同學行使 還有我們會有做同學行使機制的部分 那部落會議還有一些 我們為了再走部落會議修正 還有我們之前 16、17號發布的 S1小指令 還有一些神音教組等等等等的思想 但是我們有剛剛看舉 還是一分鐘 所以說時間大概不是很高 所以說我先發言到這邊 那如果說待會還有時間的話 我再做非常謝謝你 非常謝謝 那我們現在就請邱曉潔來報表 那首先要在這邊 謝謝童老師 然後還有在場的關老師 還有梁副局長 還有梁副局長 還有梁副處長 然後還有林一仁老師 還有我們的好朋友巴桑 那我剛才有看到恩慈也在現場 那還有我們園民會的這個同仁 吳先生 那麼很感謝今天大家的地獄 感謝 今天有機會在這邊跟大家做這個報告 那這一個報告是由 憲民陽院長和我共同來準備的 那因為謝老師今天 好像有藥物 所以你就由我來 代表憲院長來做今天的報告 還有分享 那麼我想這個議題是一個 原住民的共管一直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問題 因為它牽涉到非常的多的資源治理機關 那也牽涉到非常多的資源治理的法規 那麼今天我們是由原住民族地區 資源共同管理辦法 我們簡稱共管辦法 還有我們近期禮台大所涉入的 幾個真正性的個案來看這個問題 那在去年和前年的時候 我也參與了 那麼研討會委託清大的黃居正老師 然後還有在場的 正大的打壓老師 還有北交大的阿威老師 共同所執行的一個研究 那這個研究是就資源治理的法規 和原住民的衝突 還有相關原住民因為違反資源治理法規的一些判決 那進行一個比較有系統性的分析 那也有執行座談還有其他的調查 那今天有在這個報告來 寫給委會的來賓共同來參考 那這個問題我們勢必還是要回到原機法來看 那這個照片我想我們原民會的同仁 吳先生應該是就是說也是熟悉的 這個是在去年的時候就是這個日晚處日日談 跟這個少族就這向山BOT的 那麼少族的阿嬤們到台北來進行一個抗爭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議題這個衝突 其實在這幾年還是不斷不斷的存在 那我們看到原機法 而且原機法在20條的一項之名文 政府是承認原住民族的土地 還有自然資源的權利 那我們從20條看到22條 我們可以看到不管是政府 要在原住民的土地裡面 從事土地開發 譬如說像是向山BOT案的這個興建 那或是要進行資源利用生態保育 那或者是說要用政策或者法令 來限制原住民族利用原住民族的土地 還有自然資源 那或是22條更具體 如果我們要在原住民族地區 來劃設各式各樣的資源治理區域 其實都有兩個大原則 第一個原則就是告知後同意 第二個原則就是要建立共管機制 那在23條裡面也明文 我們尊重原住民族 它對於資源利用還有土地的利用 還有管理呢 它是可以有自由選擇模式的這個權利 那其實我們來看到這個體系 原經法20條到23條再加上原經法第4條 是承認說原住民族自治呢 應該是原住民族政策的一個核心 那這整個體系其實揭示了 國家對原住民族土地的權利和資源保育的政策之間 可能形成的結抗 其實原基法是有一個處理的原則 就剛才提到告知後同意還有共管 那對於什麼叫做共管 在原基法的本文裡面 並沒有明文的規定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22條的立法理由 它的定義就是說 這是一種融合原住民的傳統文化 傳統智慧 公園文化 生活重要性的概念 它的目標是要達到保育還有文化的雙贏 那它是一個先進的管理制度 在歐美國家現在已經都逐漸的採用 但是共管的實際上的內容呢 原經法的本文也沒有揭示 大概在22條立法裡有提到 有一幾個提示 第一個是這個資源治理區域裡面 管理階層人員應該經由一定比例的當地原住民 我們要特別注意到是管理階層人員 所以它並不是一個基礎的勞動人力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說 當地居民來提供決策的諮詢 或是管理方式融入當地特有的文化內涵 或是部落它的公共建設還有產業發展 它應該要和這個資源治理機關來通過 那但是這樣子的一個原基法的規定 或原基法的意志是只有被具體的落實 我們回覆已經快要第10年了 那這10年來其實的實踐是非常有限 那我們來看這個資源共同管理辦法 它的一些問題 那麼資源共同管理辦法 它是2007年所頒布 我們可以看到頒布的機關非常多 有原民會還有其他的部會是會賢來頒布的 它的法源是原基法22條 那在共管辦法所頒布以後 其實相關的部會都有一些實踐 包括內政部在2009年定的這個 國家公園的共管會的設置基準 或教育部在去年的10月 訂定福利里大學的這個 校內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會的設置基準 那不過這個共管辦法 它有幾個比較核心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看到共管辦法第三條跟第六條 其實就行政機關它要劃定資源治理區域 所需要履建的法定程序是有規定的 我們看到第三條 它提到說你在劃定這個資源治理區域前 你要將計畫的目的範圍 經營管理還有與當地共管的事項 你都必須要早期的揭露 你要公告越南決行公監會 接下來你要進行構制後統一 那設置基準機關以後 你要建立共管機制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有三個程序 第一個是資訊公開 第二個是構制後統一 第三個是建立共管 那這一個第三條跟第六條 我們可以說 它基本上是符合原基法的 這個立法的意志還有要求 可是我們現在特別注意到 共管辦法法第七條 這裡提到的是說 本法施行前已設置的資源治理機關 這個本法 我們順便用口頭跟在場的嘉賓 來更正我們在文本裡面第十一頁 這邊是 這個本法指的是原基法 並不是共管辦法 所以這個 所謂的本法施行前 它抓的時間是2005年的2月5號 就原基法施行那一天 在原基法施行以前 已設置的資源治理機關 它是得以潛逃的規定於 當地原住民族建立共管理機制 簡單來講 我們回來看 在共管辦法第三條還有第六條的 這些法定的程序 基本上都不會適用在原基法施行以前 就已經存在的資源治理機關 那我們更明白的來講 其實現在台灣大部分的資源治理機關 大家都知道早就成立了 譬如說像三個 與原鄉爭執最主要的國家公園 還有國有聯地等等 那等於是說 那麼像報製後同意或是共管這些機制呢 都不會對在原基法施行前的設置的資源治理機關 造成強制的拘束力 所以當然在當時有學者批判認為說 這是一個既有資源治理機關就地合法的條款 那我想這個條文是一個非常需要我們去檢討 還有反省的條文 那這個也影響到什麼共管辦法到目前為止 一直沒有辦法推動 因為就算一個資源治理機關 他不與原住民族建立共同管理機制 其實現在是不違法共管辦法的這個規定 那接下來是共管辦法第六條 那共管到底要共管什麼事務 那麼共管辦法第六條會看到六個條款 那麼一到五的部分是以諮詢之意的 部落式擔任諮詢或提供意見的角色比較重 那麼這樣的權力是不是夠 那麼部落是不是真的和資源治理機關 要站在平等對立的並平等的角色上面呢 這個在實踐上其實我們發現 還是有很多不充分不足的地方 可以在做反省 下一個是共管機制的成員還有組成 那麼在共管辦法只有簡單的說 當地人主民族的代表 一定要由部落來推舉 人數要達到委員總人數的二分之一以上 但是實際上的規定呢 共管辦法提到只有因地質疑的需求 所以再由中央目的事務主管機關另外訂定 那現在我們過去在檢討共管 或是原住民族土地權力的爭議 其實比較常被提到的是 林務局或是各個國家公民管理處 但是我們台大在近幾年來也有幾個案件 所以台大也瞬間變成這個議題的焦點 那麼當然最近幾年來最具代表是王雅各的這個案子 那這個照片是從公式上面抓下來的 那麼這個整個的過程 包括他要申請增添原住民保留地的過程 那麼還有訴訟的這個背景 我在文本裡面有比較詳細的說明 可以請在場的來賓來參考 那我們可以比較注意到的是說 台大他在拒絕 我們在拒絕了王雅各的這個原住民增化編 保留地增化編的申請的時候的理由 其實是以資源保留地做比較主要的一個訴求 那麼另外我們需要注意到的是 台大申定農場還有王雅各先生 他們所主張對於這個原住民土地的時間點 我們要特別看到台大在訴訟中的主張認為說 是1937年9月11號的時候 是由督府來把這個土地 撥用給台大設立相對實驗農場 那我們可以看到王雅各先生 他在訴訟的過程中 他主張的這個時間點是更早 他認為說他的祖先其實早在日期之前 就已經有更做實用的事實 那麼這個時間點其實在訴訟過程中一直被討論 那最後我們來看到這個判決的部分 那在一審的時候南投地方法院他是認為說 王雅各他對這個使用的土地 其實是有一個值得保護的期待利益 那他也特別提到 那其實行政院竟然在推這個原住民保留地 增化編的政策 那麼台大雖然是教育機關 但是他也是公布門的一部分 那所以認為說台大這樣子提起訴訟 事實上是有權力濫用的情形 但是在二審的時候 台中高分院沒有維持這個見解 所以台中高分院認為說 那麼王雅各他佔有這個土地 他如果就這個政當權員他有舉證 那麼原住民保留地台大是否同意呢 增化編施台大的材料 所以在台大沒有同意的情況下 那麼王雅各先生他就屬於無權佔有 那這個案子就已經三審定驗了 那當然這個引發後續很多的抗爭 這個是從虎牢網抓下來的這個圖片 我們看到很多台大學生也參與這個抗爭 那包括賽德賀吉的原住民立委孔文基 那或是國民兩黨的這個相關的委員 其實在立法院有很多的討論 有一些相關的文字 我們在文本中有揭示可以請大家參考 那麼因應這件事情在今年的3月 我們台大也終於就是創下這個國立大學的先鋒 那我們有一個台大原住民族地區資源 共管會的設置要點 那我們當然肯定這個要點的產生 因為這對於解決台大跟當地原住民族之間的衝突 是一個好的開始 但是我們來看這個要點的文本 其實就不斷地去反映了 那麼共同管理辦法它本身的幾個問題 那當然第一個是說這個台大的共管會的設置要點 它的共管會基本上是設在生農學院的裡面 那是等於比較類似一個院級的層級 那這個層級是不是足夠有沒有調高的需要 那是不是可以容納其他更多學院的老師們 或是對於賽德克族或是對於原住民的法規 或是資源治理其他相關的學者共同來參與 那擴大這個參與意見的多元性 那這是可以考量的部分 那麼另外一個問題在於說這個委員的組成 我們可以看到在台大共管會裡面 委員有13個人 可是我們雖然說原住民級的委員 必須要超過1分之1就至少7個人 可是真正由當地的部落也就是人藝鄉 還有本性藝鄉還有仁愛鄉 所選出來的委員其實只有四位 就是一鄉兩個 這鄉兩個總共四個人 那所以剩下的至少三個原住民的代表 其實是變成是說是用民選的方式 那當然這個部分如果我們認為原住民族的代表 他的功能應該是要代表這個部落 那我們是不是在這個規定裡面 可以直接把這個代表的原額 再回到部落推舉的身上 那減低外界會認為說 是不是台大這邊對於原住民族代表的這個 好像所影響力會過大 這個質疑也是值得我們在討論的地方 那第六條這個部分當然是比較有一點小問題 因為現在我們的會議是每年會議 可以召開一次為原則 那以現在衝突的這個數量 衝突案件的數量還有它的爭議性 那麼每年召開一次是不是足夠 這個部分我們也可以再思考 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雖然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的連署 可以召開臨時的會議 可是我們剛才已經提到了 這個委員十三個人裡面 其實由部落實際上來推舉 可以等於是部落完全推舉的人數 只有四個人也不到三分之一 所以未來這個實踐上 部落跟台大的山林農場或山林之間 是不是能夠透過這個機制進行一個良好的對話 那未來的實踐我想我們可以再觀察 但是我們肯定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那接下來就是簡語的部分 那其實我們今天在碰到 不管機制的各式各樣的問題 我想我們最終還是要回到我們 對原機法這個法律的定義 那麼我想原機法它是 其實是台灣在逐漸邁進 還有無限轉型正義政策 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那如果我們認為說 原機法它是要來執行我們的轉型正義 那要來糾正過去 國家在原住民政策上面的過去的惡 或是過去的不正義 那自然它的履見的過程會非常困難 因為我們就是要去扭轉 對過去的不正義 那如果我們認為說 它就是一個轉型正義的政策的話 我們再回到前面 在這個時間點上 原住民土地的時間點 自然我們就不會 我們就不會推展到日治時期為止 我們應該要往前推 這個原住民權利它回溯的時間點 應該要能夠回溯到 在日治時期更早之前 原住民實際上就這個土地 擁有更做實用的權利 但是這個時間點才對 那如果我們有這樣子的共識的話 其實未來我們在做公館的推展上面 應該可能會更順利 那當然自願治理機關是很辛苦 因為自願治理機關還有公務人員 是站在和原住民對話第一線 那麼我們認為說 現在的部落的確有部落鐵組的問題 有的部落它的傳統組織 還有傳統關係還是非常堅實 可是並不是每個部落都如此 有的部落在長期的外來統治之後 不過確實它的部落的組織 還有傳統關係是有瓦解解鎖的狀況 那麼自願治理機關站在第一線 實際上它對於這些自治能力的強的部落 可以逐漸地施出權能 那麼對於目前自治的實力還比較 還需要再充分地發展的部落 那實際上是具有支持、輔助 那還有協助的相關的義務跟責任 那這個任務當然盡兼且拒 但是我們也自我的期許 就是校方可以逐漸地在經濟這些過程以後 在未來和當地原住民部落對話 能夠有更好的開始 但是今天一個緊要的報告 謝謝大家 好 非常謝謝邱小姐很清楚的報告 那我們是不是因為就進步台大的這個例子 我們的這個副處長幫我們介紹一下 主持人 各位貴賓 大家早安 因為之前各位專家老師已經講了很多 就不繼續 那我在下面其實是要補充一下 我們來到協寧 我們在現場的一個第一線的一個執行單位 在現有的一些原住法相關方面 下面能怎麼樣去執行 那我們其實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台大協明 我們的土地裡面其實是沒有原住民部落的 但是我們臨接我們的土地裡面 有兩塊保留地 那兩塊保留地裡面有五個部落 就是羅那、新鄉、九美、旺美跟中土 那羅那其實是台灣最大的一個部落的一個所在 那剛剛提到第一個就是說 公管會的成立 對我們的一個公共和國戰利益的影響 其實在九十四年原住民基本法 所以以來其實對保障原住民的權利 跟基本生活的需要 就覺得是非常好的一個法律 那九十六年也成立這個公管辦法 那剛剛蔡博士提到的就是 公管辦法裡面的有一部分就是 為什麼我們台大今年才會成立這個公管會議 其實在九十六年的時候 我們農學院下面就已經成立一個小組 當時原住民中心的一個 石老師他也是推動的公管辦法 他在小組裡面特別提醒我們 我們現在在那個時候沒有辦法成立這個公管小組 因為一個原基法在剛剛 在中國市報告的部分 原基法他頒布的時候 他是會賢頒布 會賢頒布的時候沒有把教育部放進去 所以教育部就沒有認為原基法不是他的主管 那另外一個就是 既然教育部認為不是他的主管 所以他就沒有公管辦法下面的一個設立的一個職法 所以才會我們台大這個公管會 才會一拖再拖拖到今年才成立 那其實蔡博士剛剛也提到 在第六條我們是在公管辦法成立以前 就是一個這個單位 其實是可以不成立的 但是我們台大在九十六年的時候 想的是我們雖然是得成立 但是我們還是應成立這個方向去努力 所以那經過多年的一個努力 所以我們今年也成立了這個公管辦法 那其實其他的土地管理機關 其實也很多都是在公管會以前 在已經成立的 所以大家也都是在朝六方向去做 所以大家都大部分的土地管理機關 其實都設立這個公管的一個機制 那我們台大新民其實我們有將近百分之七十的土地 是在原住民鄉就是在新一鄉 那另外也會就是原命法裡面所規定的傳統領域 那雖然現在是還沒有公布 但是公布之後這個部分也會 然後公布公管會以後必須要去做很多事情 那雖然公管會目前大家各單位來講 我們台大今年十月十四號才第一次不召開 那但是我們還是會朝向繼續跟當地的部落去做一個溝通 那其實公管會裡面剛剛 我剛才提到公管會也沒有多少人怎麼樣去投票 怎麼去贊成 其實公管會裡面不是選舉 不能用票數訂數贏 一定是大家要經歷共識才能夠退了 不然的話 就算是有決贏了 這個衝突還是存在 所以我們在96年其實還沒有公管會之前 我們就已經跟原住民建立一個公共管道 我們當時選民又沒有經費 我們就利用林務局的社區林業 都經費跟當地原住民建立一個溝通的簡單 目前看起來就是溝通情況還是蠻良好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提到這個對原住民權的影響 其實剛剛楊具長也提到了 有關這個原基法裡面 或者是森林法 或者是東保法裡面 對原住民一些部落只是個人的行為 其實都有很多的一些規定跟保障 那其實我們實驗裡面反過來看的是 其實原基法實驗一條就是說 土地管理機關幾乎所有的行為 都必須要經過公管會的同意 那對管理機關而言 反而是受到公管會的限制非常的多 那比原有的法定權責能不能夠做 那也必須要經過公管會的同意 所以尤其是公管會 它公管辦法裡面類似一個空白授權 它沒有規定管理機關什麼事情 在公管會裡面是可以做一步做 那所以原理會在原理這個公管 這個同意機制的時候 我是覺得你應該納入相關的一些規定 如果是土地管理機關 依據相關法令和不法令的東西 那送到公管會裡面 如果被否決了 那是不是公管會變成是 凌駕在相關法律上面的一個 一個 不好聽叫做台上網 就是會產生這樣的問題 那21條其實因為為什麼 原理會在上個月 推定辦部的原理法21條的一個 事宜的一個東西 就表示大家對這個原理法21條 是直線上會有很多疑義 但是這個事宜其實我們也覺得 好像有點太不太倉俗 我們當時也沒有很小 因為當時我們接到文是 8月份介入文到三天後表示一天 我們那個簽文的程序已經超過三天 所以其實我們剛剛提到的是 那現在21條這個事宜的法規出來了 因為我們可以稍微清楚 什麼事情需要徵求部落 或者是族群的一個同意 但是這個條文裡面 我是覺得露了一點的 好像沒有納入一些量的概念 自然資源的利用 比如說罰木 到底罰多少需要提到公董會 沒有 但是所有等於是說 以後國立管理辦會 可能有一個封島木要罰 看起來也必須要 進到公董會裡面去討論 那這個原基法 施行了大概20年了 那我昨天也特別上人民會的相關網站 你們去看一下 人基法相關的法規有140多條 那相當的多 那其實我都不太熟 那但是其實我看一下 對於資源管理的部分 其實它來看起來好像是沒有 就只有公董會辦法 那公董會辦法 那公董會辦法 剛剛提到它裡面有六個任務 這六個任務 其實都是一個大方向的一些一定 但是它21條任務 認為所有的行為都必須要經過 這個公董會的一個同意 所以大家對公董會的一個期望 我覺得公董會的期望相當高了 剛剛也提到 是不是台大的公董會裡面需要拉入相關領域的 比如說文化的人類的科系的老師要進來 那其實可能大家要知道 公董會前面其實有一個資源公董會 它的任務其實是 因人蠻明確的就是一些資源管理 所以我是覺得在公董會之上 其實需要有一個更高層級的一些組織 就是能夠把一些園民相關的一些權益 它的法令 就剛剛很多老師提到的園基法它的面景 那需要什麼修法 可能需要在這樣子的組織去做推動 那其實公館會看起來在園基法上面 公董會辦法上面的一些設計要點等等 它已經可能變成是一個 就是一個執行的一個層面 所以它對一些政策的層面 可能在公館會裡面去討論完了 可能也很難去做一些推動 所以變成在公館會決議的東西 如果受到相關法律的先制不能做的時候 變成是不是變成是有點是 削弱了公館會的一個權利 就是 部落會認為 既然公館會同意的東西 為什麼還是不能做 這個是希望在相關的法律跟規範上面 我們是希望主管的機關 能夠儘快去做一些配合的修正 在我們有關相關法律的經驗 比如說園基法跟聖靈法跟國家公館法 或者是水保法等等 那國家公館法在當初訂定的時候 跟聖靈法也有很多衝突的地方 那好像國家公館法訂了之後 聖靈法聖靈的主管事務 很多事情都必須要經過國家公館的同意 但是後來就訂了這兩個法的之後 一個配合辦法 就很明確規範你在什麼事情 它的權責單位是誰 什麼事情應該有哪個單位是負責 那所以我是希望就是在 園基法跟聖靈法跟國家公館法之間 能夠類似有些配合的一些法令出來 能夠很清楚明確 我們的執行單位在執行的時候 比較容易去執行 所以剛剛有提到 那我們的第一線的行政人員 第一線的在林班巡視的人員 他的行政採量權是很小的 所以法令必須要很明確它去執行 那越高的管理單位 他的行政採量權才會越高 他想能夠採 這個事情他能夠採量可不可以做 那就是剛剛在會請也提到 彰化編 原住民彰化編的時候 第一線的同僚一定要去現場會看 如果彰化編的處理辦法是 定的是1234條是這樣子的話 如果違反這幾點 我們第一線的同僚是不敢 不敢蓋章 不能說行政採量權去說這個是不是可以 所以法令定得比較明確的時候 在執行上跟對我們現場管理單位跟原住民講 都比較不容易引起一些衝突 好 以上謝謝 謝謝各位的報告 那我們現在時間已經落後了 所以就請各位 我想是先請各位聽眾就先提問 然後我們其他的發表人 就也請你們可以準備問題 請好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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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得到嗎 那我先用直接講就是說 很高興來這邊參加這個研討會 也提到有關原住民共產的議題 其實我這樣聽起來 其實是會竊責到 原住民在這個土地的使用前 跟自然之間的使用也好 跟文化的保存 或是生態體系的一個保存容許 其實這個看起來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其實也是同樣一個問題在上面 那我是很想瞭解 剛剛有一個台大教授這邊 就是說 其實這個很多的法律的部分 其實你在怎麼講 剛剛有提到說 日本總督府把這個土地的轉交給台大這邊 那原住民能不能說 這個是祖先比日本總督府更早 他們交給原住民手上 如果是要這樣子講的話 應該是原住民的祖先還是在優先 這樣才對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我們今天談來談去 這個法律的部分 其實是台灣有很先進 或是比較早的一個法律 其實這個法律都是有問題的 再怎麼早都沒有用 剛剛這個清大的一個黃教授 他訂出來的一個原住民的這個文化的法規 其實我民間這樣看起來 其實很多原住民的logo還是被人家盜用 再爭執 那如果說我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訂出這個法律到底要什麼 第三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到底是要解決問題 還是要遵守法律 遵守法律如果說沒有解決問題的話 這個法律我們要不要再去遵守 因為這個問題其實是 像在國外韓國的地域來講 有些是民眾文化的問題 政府是主動去幫他們解決問題 他們不知道怎麼樣去處理 韓國的政府是主動去幫他們去找到資源 法律有問題 法律政府去解決 那可是在台灣看起來是 為什麼是原住民他這裡要站起來 要一直跟這個政府去拉法 其實拉到現在我覺得已經看了10年20年 都沒辦法解決 其實是應該問題是政府 應該有為的政府 有單單的政府 要去主動去把法律 各個方面的問題去解決 給原住民同意就好了 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為什麼會變得這麼大 我覺得是我們看了也是 真的是不是很 那也許是這樣的話 是不是大家可以來 針對幾個問題來討論 謝謝 好 謝謝 很謝謝這位夥伴的這個提問 那當然這個問題其實一直是被討論 就是說有關原基法裡面 各個的條文或是執法 到目前為止其實定定的非常少 那原基法他所揭示的 這些對原住民族權利的保障 是不是能夠溯及既往的回溯性的適用 這是大家一直提出的真理 那麼所以這個會扣緊到 我剛剛有提到就是我們要先去 肯認原基法他的性質 他是一個轉型正義的政策的實踐 如果我們確立這個最高位階的宗旨的話 那其實當然原基法他所承認 人民同意的權利 當然想回溯性的去承認還有去保障 所以我剛才提到這個時間性的推展 就是說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在訴訟的過程中 那麼台大的聖地農場 他所提的時間是1931年 那麼這個王雅克他所提的時間是更早 那麼如果我們以剛剛的這個邏輯來講 當然原住民族權利是要推展到 這個更古以前不可記憶的那個時點 我們是重新的去回溯 否則會有什麼問題 否則會有的問題 就是剛剛這位夥伴也提到 像是原創條例裡面 那麼有很多的學者也是在有生意就是說 那麼在原創條例訂定之前 其實很多的公家機關或是業者 都有使用原住民族的logo 或是照片 圖騰等等的 所以他就會創作 那麼如果說在原創條例訂定之前 或是原基法訂定之前 所有過去之二都不用被糾正 那原基法就會變成是一個 原住民權利的徵收的大法了 那就像今天傳統領域一樣 如果今天我們會回溯性的適用 那變成在原基法他所制定的 那它事實上是形成對原住民 傳統權利的一個徵收還有剝奪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確立這個觀點的話 我想再回應這些事情 我們就內心是很踏實的 我們就是認為這個原住民的權利 他推展的時點是要比這些外來同志的人更早 這是我的見解 這邊 好 謝謝你 我想請問 就是邱教授如果說是這樣子講的話 我不是沒有對錯 就是說如果以你的那個脈絡去講的話 那有一些日本人打到台灣來 把台灣的這些漢族的 比如說在海達哥蘭的總統府 什麼等等都偵測的話 你也要以日本對待嗎 那就這個問題 其實原住民的傳統領域到底他要怎麼回復 那其實這不是台灣碰到的問題 我們在紐西蘭 在澳洲 在加拿大 大家老是在這邊 那在加拿大其實都有非常多實踐的模式 那麼他的實踐 其實我剛好昨天來之前還上PPT看一下 因為我們台大的很多學生 我們可以看到有農學院的學生 跟原生在世的學生 其實在網路上有一些談便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可以看感覺上 可能就是農學院的學生當然會認為說 系上的這個其實對於這個林地的保護 這個貢獻其實有一點好像被否定 那其實我想我們應該是說 對於原住民傳統領域的回發很多模式 譬如說我們在澳洲的國家公司可以看到 他就把這個土地在名義上還給原住民 再由當地的原住民族回租 或是無償的回借給資源治理的機關 來進行國家公園的管理 那麼我們在加拿大可以看到就是說 其實政府跟原住民族之間是有很多的模式 那譬如說現在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我們今天的問題還比較好 是國家跟原住民族之間 那如果原住民族跟其他的非原住民族 原住民族跟漢人 他的這個土地被移轉以後 還有山營地災難 但更麻煩 那這個問題其實也不是沒有解決 其實國家還是可以去用徵收的方式 從現在的私人的土地上徵收 然後歸還給原住民 或是用換地的方式 我們是不是能夠 就算我們不能夠還給原住民 當中的那個土地 我們是不是可以換其他的同樣有地利 同樣可以耕作 同樣可以營生了土地 來給原住民來使用 所以這中間有很多模式 那當然會很困難 可是我想只要我們願意做 用很多模式可以考驗 好 謝謝 楊副局長的問題 還有那個邱小姐的回答 那這是我相信剛剛在報告當中 會有很多人心裡想要討論 想要提的一個問題 就是要回溯到什麼時間 那包括因為回溯到島上的第一批居民的誰 我想這個就後來會難談 那邱小姐的一個回答 就是說我們是需要面對台灣的歷史 那這個歷史當中是有很多不同批的人居住 那目前是一個共同存在 共同居住的一個狀態 那然後實際上我們如果參考不同的國家 已經有很多的模式 很多的可能性讓我們來處理這個共同存在的現況 這個現況的歷史到底是什麼 那我個人會認為說 這是當我們說我們是一個多元化社會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要面對一個問題 工程浩蕩 那另外我不知道那個 我自己另外非常好奇的一個觀點 剛剛講的法律 法律是某一種框架或一個討論的方式 我也很好奇 就是說楊副局長或者說蔡副處長 對不起 楊副處長這邊 可不可能從森林管理的角度 幫我們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會覺得 像剛剛那個梁副處長的意思就是說 好像很多議題不是共管會要面對 比方原住民族的自治 這個是不是應該是共管會要協助的 或者共管會應該提供一個場地 場合 那因為那一方面 當我們這個定位不清的時候 共管會會覺得他全能不張 那或者是說從園民會這邊的角度 可能會覺得需要有一些的調整 那可是實際上 再從會有這樣的一個複雜的困難 就是說因為共管法算是比較早 原區法下面出來是比較早的法律 所以大家有很深的期待 所以希望他存在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想如果我們回到一個比較理想的 一個原住民族的知識體系的話 還有原住民族的宇宙觀 人跟環境關係非常非常密切 我們如何切割 好 那現實上跟理想上 我們都面臨到很多種條件 參合在一起 那我想我猜測 這不是學森林出生人習慣的一種討論方式 那這也會是造成原住民族要介入資源管理上 會有的一個門檻 那我不知道幾位從森林研究這篇背景出來的人 對這樣的議題有沒有什麼看好 就我們如何 不管一個是說參與式的森林管理 另外一個就是說原住民族 他原來他的生活跟他的知識 或者森林相關是非常密切的關係 那在森林背景的人如何看待 剛剛主席講到的其實非常非常尖銳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其實我們的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已經把原住民的整體性把它切割了 就是說 比如說我看到的是森林 看到的是野生造物 那另外水綠水看到的是溫泉 看到的是水利的利用 那個礦石採取的 像屏東那邊採用那個石板烏的那些 但是礦物群都已經被切割了 所以我剛才最後的建議是說 我是不是那個吳基正這邊比較辛苦一些 搭一個平台 然後讓相關的部會跟原住民的這個 能夠在這個平台上面 能夠往就是積極的角度 因為你一直詛咒說以前的不公不平 你在詛咒十年還是這樣子 可是我們可不可能在這個平台上面往前走 那個才是真正武藥 可是你往前走就要有所謂的能力跟意願 如果沒有能力跟意願 那就會很困難走 那剛剛主席講到第二個問題 就是我們以採礦為例 那他我講的是說法律之間的所謂的合作性 採礦不是我林務局要的 可是全國的59%的土地在林務局手上 那礦物局要去的話 他要先設定礦業權 就是這邊有一個礦業權他要先設定 設定完了以後呢 他要經過隨足保持法EIA的區域審查 在這上面可不可能去採礦 如果說是能夠採礦的話 他按照區域計畫法裡面的規定 他的分區是不是屬於可以採礦的區域 如果這些都確定了以後 還向林務局來申請所有的礦業用地 那礦業用地的話 林務局就會按照森林法 野生動物保存法 文化資產保存法 相關的東西 看他的資源裡面會不會影響到 台灣黑熊化這些瀕隱滅絕的野生動物的一些氣息 或者是說重要的一些名為生命的物種 會不會影響到 如果是不會影響的話 他設定了所謂的礦業用地理由才向林務局定 所以他是一個法跟法之間互相契行 變成一個完整的這個路程 那剛剛李希講說 其實生命的人也是人 也是社會的一種 其實都是可以用共同的語言 困難的話 困難的問題 就是光老師講的 常常是在我們在 我們執行我自己的法國很清楚 可是相關的法 如果不透過像這樣的平台 我們實在也聽不到別人的一些聲音 那你在沒有別人的聲音的時候 就往往會輕忽了 或者是漠視了這樣子的法律的存在 那如果人能夠透過這樣的平台 我們要積極地去擔造一些可行性 那其實就是可以往前走 可是我會覺得整個壓力都有放過園民會 不是非常最好的一個解決方式 因為園民會等於是國中國的一個組織 他要面對所有的國家部會 他的資源就會是非常非常困難 那這樣永遠就打算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可是制度上面的界定就是這樣 所以也許每個部會也多伸出往前走一步 跟園民會配合 我講的就好比說農委會就是農民 克委會就是客家人 原住民就是原住民 那當然我那個是一個半稱 那當然是說如果說能夠打到那個平台以後 再按照這個平台裡面 好比說林業的部分 此地就是他那個指定召集人 是由農業文會 農委會來負責這樣子的 在原住民地區的農業或者林業 漁業的發展 由這個招集人來負責 也許在那個平台上面 你會再講比較細人 可是我是覺得總招還是方最清楚 我做個簡單的回應 其實有關平台的部分 我想不管從上到下 大概其實就現行的部分大概都有了 我所謂的從上到下就是說 最上位的 院籍的 原住民族紀表法推動 我想這個大概就是 為了因應院籍法的推動 以行政院的層級去做了一個 有關院籍法推動事務的一個協調的一個機制 我想這個層級應該已經夠高了 那另外在其他平台的不論 不管是發生什麼的事件 或者是說一些比較需要 我們會裡面居間協調 或許不是常設行程 但是我想我們會裡面的角色 只要是有關於這個原住民族權益的部分 我們會裡面一向都會去做這個居間協調的角色 那這個大概就是我所稱的 從上到下 不管是什麼事件 我們其實這平台部分都有 那但是 其實我必須要建議一下 就是說其實我們應該要回歸到院籍法 院籍法第三案司法規定 主管機關英語文法事情後 三年內一文法 支援者修正、制止或繪止相關法令 那這個就目前看起來 相關的法令 其實在院籍法三案司法的部分 其實大部分都是沒有落實的 那當然在未來區計畫、國計畫等等 大概都有原住民族專長 這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 就像我們如同剛剛 報告的古文有提到的 像一些國家公文法裡面 或許未來的方向大概都是 希望都可以朝這個方向來進行 所以說 現在我們其實 比較近是應該是回歸到院籍法 第三次兩位定去修正各官法規 那另外有關評論這部分 我們都在做一個補充作用 其實這平凱在各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其實也不是沒有意志 就環保主來講 因為那個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0條規定 土地開發必須先取得當地原住民族 先向當地原住民族資訊必須要請同意 那 因此因為大部分的土地開發事項 可能我們都會進到 或是原住民族違反的事項 所以說 我們那時候就有 在大概是一百零年的時候 大概就有請環保署這邊通行 通行 如果說只要是涉及到 土地民族地區的那個 環民事項 必須要邀請本會參與 然後表示意見 這個其實這就是非常一個 良好的一個溝通平檔 它那個環保署也依據我們的要求 然後就通行到各縣市政府的 那個環保的情況等等 所以說這其實是就各館的業務的部分 平台的部分 其實都可以由各館業務 基於老張民族民族權利去做設立 如果說要有一個這麼統一的平台 去綜合所有可能各館機關 所會面臨的事項 我覺得在實質面上 這是可以考慮的發生 但是在運作上 可能還有很多細節要去考量 但是回歸到現行的制度上 我想這個機制大概都 目前大概都應該也不算是沒有 但是我還是覺得說 還是要回歸到原基板三十四條的規定 有關於跟原基板之間的 金額或衝突部分 還是應該回歸到三十四條去修正 這款考慮 以下的考慮 這個 武器對剛剛講的那個 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 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它有一個系列裡面的一個磚 是有比如說原住民族委員會 認為在EIA在主查的時候 必須要由原住民族委員會參與 它就是把那個東西放上當成一個磚的性質 可是我剛剛破題的時候是在講說 實際上我們是把一個整體的東西 去把它蓄起來 那只有還是要透過那個平台 才各個部會才知道你在想什麼 他在想什麼 變成一個整體性的去可量 不會像現在 人的部分是原住民族委員會選管 其他所謂的資源是其他部會選管 那實際上是跟原住民的傳統 實際上是撕裂切割的 那必須要透過那個平台 這個平台本來變成一個說 切割的變成一個整體性 來逐漸地去接近這個實施 我覺得做這樣 不然的話 比如說找這個內政部當成這個平台 或者是說我們就不要這個平台 我就還是跟目的協助管集團去拿 那還是被請負 就是說我想問那個養豬局長 就是說因為今天我們的討論 比較聚焦在這個共管法上 那我的問題很簡單 就是說現在可能在國家公園 或者是在聯運局裡面 成立的這個共管會 是不是一個平台 就是你剛剛一直在講平台 那個平台跟現在這個共管會 作為一個平台之間的有沒有落差 還是說其實如果我們好好做 現在那個共管會 可以達到某一些學調的效果 那個林老師剛剛講的說 那個共管會就是一個 民主民主委會的啟動說 希望各個部會 有得變應 希望你應該成立一個共管會 我們現在看到在國家公園有成立 對 對 你募舉有成立 那台大也成立 那我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因為剛剛其實有提到說 這個部分可能有一些自愛男性或等等 那你自己評估 如果在林文局裡面設這個共管會 可以處理現在碰到的這些問題嗎 我的意思是說 那個的平台只是當成一個專根廣的呈現 它絕對不會像剛剛汪老師 就是華教授講的說一個大尺度 跟我剛剛描述的一個整體線 所以還不夠到那個大尺度 沒有辦法 它那個平台只可以扮演這樣的角色 它不能扮到汪老師講的那樣子的picture 那可是我在講說 如果說是能夠那樣的話 其實剛剛5G的主題 主題有講說 實際上它變成它的loading太大了 就是原住民主委會太大了 所以你同不同意這個辦法 其實它透過這個辦法 才成立的共管會 其實有它相當的限制 不過你剛剛一回過頭 你主張那個平台 那我剛剛的問題是說 現在其實就有共管會 根據這個共管辦法成立的共管會 國家公園有 然後理工局也有 台大也有 可是你剛剛的回答是說 這個曾經很配合 不是你講的那個平台 換句話說 在某一個意義上 你也認識到說 現在透過這個辦法 所成立的這個共管會 它其實能夠發揮的效應是有限的 我講的是說 那個的共管會 只可以解決國家公園別的問題 解決零務局問題 在法律授權上面的問題 可是它絕對處理不了皇教授權 皇教授剛剛一直在講說 你們這邊在處理的都是資品 若為小問題 可是它就是處理這個法律授權的問題 它絕對是沒有辦法處理 黃老師剛剛講的比較大尺度的 更位階更高 那我是覺得是說 主席剛剛有講說 他的事情太多了 這沒有關係 我是覺得 透過那樣機制 把原住民的一些期待 融在各部地事業主管機關 它實行的年度計畫 其實就可以解決很多這傷的問題 沒有 等等再發言 因為我這場的時間好像很有限 聽來就忍著不發言 我看隨時會被打斷 對 我贊成就是說 其實楊副主要剛講的那一點是沒有錯 原民會在政府裡面 常常就是小媳婦 所以很多的既有的部會 其實都不太搭理原民會 所以原民會 它其實在現在是勉強是可以說 是跟其他部會是平起平坐 但是你說要去 大家去很尊重超過以往 我覺得是有它的難度 所以我剛剛在聽的時候 我就想說應該要拉高層級 這個至少主持人是院長 院長要去協調原民會 跟其他的部會之間的一個 就是說共管這樣的一個議題 這樣才能夠協助原民會在這邊 可以讓其他部會更尊重 就是說拉高它的層級 而不只是說原民會在召集 然後其他部會其實不大打底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我真的也同意就是 其實我剛剛講就是說 我們真的把這個事前分割 可是對於眾議來講 他要面對的其實還有很多 不只是聯務局或者國家工業 我也面對什麼水利的單位 還有什麼遊樂區的單位 這些東西我每一個都要共管嗎 那到時候我們部落就那麼幾個人嗎 董大人就那麼幾個人 每一個人都光忙著這個會議 就不要做自己的事 要過生活了 其實所以說我在說在中央這邊 就是要架構一個大家確認 它是在這個架構之下的 不管是在哪一個地方層級的 其實有一個聯繫的話 有中央來支持這些 也就是有一個backup 那麼這樣的這個 雖然是地方的小的一個公安會議 它是背後有一個更高的一個 一個就是說原住民透過這樣一個機制 原住民跟國家之間建構的一個對等夥伴的一個 一個關係 那其實我剛剛強調就是說沒有前提跟沒有願景的一個共管 就是我們我們其實應該說我們現階段的共管 是現狀之下應該邁向到民主制之後 是未來傳統領域的歸還 剛邱博士有提到了 那個回溯時間其實是超過我們現在的國家的一個時間 也就是說領務局收歸現在所管的59%的國家的土地 在那個之前全部都是原住民的傳統領域 所以你要其實就是說 那個概念就是說你要先還我們這個土地 剛剛邱博士講的時候我們再回租給領務局 那個時候的態勢是不一樣 跟我們現在好像連想都不想這個傳統領域自治的那種共管 是一個非常小格局的 所以應該是說大膽的講 領務局很大的一個範圍 這也是今天我們原住民部落跟 這個領務局不斷有一些 這個一些的一個彼此之間的一個對立跟衝突 倒不是因為那些實務上的一些衝突 可能只是導火線 就引導就是你長期霸佔這個原住民的傳統領域 那現在你要管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這個 阿里山莊的領務局 領務局還不是領務局 是領務局裡面的一個一個共管會 那麼這個共管會呢 它會變成社區發展協會 他們向領務領務局的一個爭取經費的一個窗口 實際上呢 它其實是並不是落實這個共管的一個精神 共管的精神 是是 剛剛邱教授幫我們整理的 邱教授幫我們整理的很好 就是說 原基法裡面它其實不只是這些東西 而是整個傳統的土地利用的方式 傳統的生活方式 傳統的機制 這些這些東西都要涵蓋 要落實在這個共管的一個一個機制裡面 那麼比如說 阿里山的周折都知道有這個 每年的每年的每年的時候我們需要有茅草 然後過去要修建的話我們需要有原木 然後這些黃藤啊 還有很多一些自然資源 我們現在呢 現在都需要透過像我們的領務局的申請 然後去進到森林裡面去採集 我們在領務局還沒有出現之前的 這些廣大的這個森林裡面的這些 我們所需要的一些資源嘛 那這個因為這個限制太多啊 所以我們現在竟然跑到這個 平原地區去採集這個茅草 所以那個傳統的土地跟原住民的這個關係啊 以及相關的這個傳統的知識 或者是治理的一個機制呢 其實就是因為在這個土地權利的這種 產生的這種比較不合理的這種 一種共管機制 然後呢就沒有辦法維繫了 這是我們看的這個 以嘉義領館之後這個例子 這個其實是有一點走偏了 就變成是領務局他一個爭取機費 他並沒有說 站在既有的這個傳統獨立權之下的一個 一個共管 那我們講到阿里森這個例子 我們的第二場次就是很多是具體的一些實力的討論 你可以等到下面嗎 感謝 因為關老師他的第三場次他會報告 那我們就大家有什麼問題拜託現在寫下來整理一下 那我們現在稍微休息一下 我們就洗一點整回來好不好 那這樣已經晚了20分鐘 謝謝各位 今天真的非常謝謝台大園民總心安排這樣子的一個論壇 我想這個論壇它比較聚焦的部分大概會比較像是我們大家所熟悉的這種交流團體 就是說可能我們邀請很難得就是說我們可以邀請到公部門 我們也可以邀請到相關的原住民部落的這些代表 以及學者的一個相關的意見 就是在稍微比較壓縮的時間裡面 去把有關於共管 這個今天我們一直在爭論的有關於這個共管的辦法 以及共管辦法所形成這個共管會 他的有效跟他能夠解決問題的一個範圍跟效力 來做一個稍微比較大範圍的討論 但是時間的關係大概沒有辦法做到非常充分 所以也請大家見諒 那我們第二個這一個場次會順著剛剛的討論 在剛剛那一位議題如果有異議會進 我相信在這一個場次會得到更多的延伸 他主要的安排是透過幾個個案 再重新再來檢視有關於這個共管辦法 以及這個共管會的相關的機制的設置裡面 所關聯的議題 那我們第二個場次呢 有幾位報告的這一個我們的夥伴 那我現在跟大家稍微先介紹一下 那第一位要報告是盧兆傑老師跟吳雲蓉同學 不曉得有沒有在這裡 盧老師在這裡 那他們等一下要跟我們報告有關於這個共管 共管機制、共管會的設置 那看起來會是比較是在幾個族群裡面的實際的經驗 那這個可以提供我們做很好的思考 那第二位是我們在座的羅素梅老師 羅素梅老師台大人類學系老師 那跟蔡正良台東大學的老師 蔡正良老師他們要一起報告有關於都蘭 或者是你們要分開 你們是分開報告 但是會跟我們介紹有關於在都蘭這個地方 關於阿美族的地區 那有關於共管的議題 那另外還有我們請到蘇蜜也是在座 是不是也是談有關都蘭嗎 我談的是港口部落 港口部落也是阿美族的地區 那我們這個場次就是透過幾個不一樣的案例 我們再重新再來看 有關於那個共管機制它的內容 那我就不多說 把時間要交給盧老師 10分鐘 好對不起我準備了多一點的slide 那我不曉得10分鐘會有3 那所以我們前面的東西 因為大家已經有一輪的討論 所以我會跑得比較快一點 那基本上我們今天討論的就是3個 目前林務單位正在進行中的個案 包括拉阿山自然保護區 包括凱東領管處跟都立部落的一個 共管諮詢委員會的部分 還有台大施營跟望向國務的部分 那我其實比較希望去談的是那個進一步的視野 所以我們前面的部分既然有直奔號 我就放得比較快一點 那第一個東西是拉阿山自然保護區 那它的原有那些我們不去管它 我們基本上在規劃過程裡面 我們是去找說 那這個保護區它跟哪一些人會有相關 所以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尋找紫色人群的一個過程 那我們是用部落地圖的方式 那去找齊樓、找村長、找社區組織 那跟齊老去畫傳統領域 然後甚至跟教會的系統交換一些意見 後來發現跟鄰近的部落之間有一些領域的重疊 那所以也去離清楚這一塊 離清楚這一塊 那後來再跟領管處商量的結果底下 就是我們的保護區 基本上就是單一的部落 單一的部落 所以我們把一個集水區切掉一半 那這是那時候的座談會的一個鏡頭 那我們最近他們又舉辦了一次共管會的部分 那這個是我們後來拉出來的部分 這個是達官山或是叫拉拉山自然來的區 那因為它的集水區的那一邊有選鬧部落 也有蘇勒部落 所以後來我們把那一邊 在集水區的西岸那一邊就把它拉掉了 就是320半 那這是我們拉出來的相關的一個目標 保育目標 那在這裡面 其實還有牽扯到就是在共同管理委員會裡面 到底他要有誰來參與的部分 那我們在過程裡面其實是有跟他們去談 那我這個時代裡面用的是家族 那事實上我們在共管會裡面發我出去是叫做共識群 那共識群 每個共識群推一個人 還加上相關的一些組織代表 一起來談 好 那這個是這個案子的一個特色 那第二個案子是台東領管處跟督立部落 那這是督立 其實督蘭部落剛好是台東領管處的第二個case 也許等一下副地產case 有一些東西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那基本上林務局在討論這些資源共管的議題的時候 是希望一個領管處成為一個共管的 那我們在台東處這個案子裡面其實是看到 但是台東領管處它卻是以單一的部落 它去成立一個自然保育與生態理由的執行委員會 那這一塊其實我們在食物執行上面 我們覺得它有一個實體上執行的一個議題在那邊 那阿美族的部落其實跟其他族的部落很不一樣 是它有那個聯名城 當這個聯名城變成是這個部落事務的主導的時候 它那一塊非常強的零距離的時候 它很多的事情就很能夠去運作 那督立部落剛好有這樣的特色 可是從這個聯名城往下之後就斷掉了 這個是目前的狀況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在這裡 這裡的那個督立的這樣的一個共管會的範圍裡面 它其實會指涉到另外兩個部落 因為它是用村裡為單位去畫的 那這一塊是在獨立部落能看到的問題 這是我們在共管會就是在那個部落的那個聚會所 從蓋的聚會所去辦 那這是他們海濟的鏡頭 那我們在那邊也看到一個狀況就是 其實大部分的部落 它在現在的部落組織裡面都是有現代化的組織 跟有一些傳統的一些組織在運作 那這一塊是一個問題 好那剛才在第一次第一輪的一個section裡面 台大實驗嶺的狀況是被拿出來談 讓大家知道台大實驗嶺就是台大管的 教育不管的 那很多的東西就是要follow它的一個狀況 那台大實驗嶺跟望向 因為望向部落在台大實驗嶺裡面 那它是一個布農族的部落 那傳統上面他們就是以氏族為主 但是他們現在的那個合作社 還有教會組織也非常強大 那實驗嶺為了就是去山林巡目的這個議題 跟望向部落執行了好幾年的社區營業的計畫 那成果非常不錯 成果非常不錯 那也很希望說是不是有進一步的一些共管 或是一些關於的關係去做發展 那但是我們看到就是 基本上學校成立一個共管執行委員會 那但是那個是院長以上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要去討論一些 實質上面部落有興趣的議題的時候 那個最大一個gate 所以剛才我們有其他的演講者談到就是說 也許它那個階層高一點的話 我們收視一下 但是我看到的東西是當高層 它那個階層越高的時候 它就會跟現場脫離 那一脫解了之後 那部落在哪邊 社區在哪邊 就會是一個問題 好 那我們很快的換過去 這個都是 我們 跟他們一起 上去會看 或是像上次 英尼區主任跟他們一起去 探探生態旅遊的行程 就發現有那個外面的人去挖他們那些塊木的樹根 或者是後面的這些生態旅遊遊的一個狀況 好 那我們直接挑到那個共管會的定位跟木雕 你看它就是林務局跟實驗民 其實我們現在目前共管會都是以下區為主 它很好的一個想法就是它節省成本 而且可以重覽全群 但是呢 單一部落的聲音就很少能夠聽到 那只能處理一些大原者的議題 那通常我們會看到就是它有點形式主義 而且常常有一些代理的效益產生 那包括拉拉山 包括都地 他們都是林管處自己想要去run出來的計劃 他們為什麼都直接找單一的部落去打理 那因為在現場上面 它在共管會的組成上面 它才有辦法跟主要的全英官 一個在地的部落去做對話 在全英上面做一個分享 所以這一塊我覺得是在共管會的組織上面 蠻可以討論的 那我們是有一個建議就是 是不是共管會可以有那個潮狀的討論 潮狀的討論 中央主管機關也許有一些雲竹民主事務委員會 這不是行政院雲竹的事務委員會 是說國家公園跟林務局 是不是要有這樣類似的組織 在整個營業計畫 營業政策上面就可以有一個資訊 那區域的這個所謂的自然資源基地管理機關 它還是一個諮詢為主的 像台大實驗你如果成為一個共管會 你沒有辦法去顧慮到每一個部落 那每一個部落可能有代表出來的時候 那我覺得諮詢是比較有可能談的 但是特定的計畫 譬如說單一的保護區 單一的國有林的生理遊樂區 它或許可以討論 直接把紫色道的部落帶進來去談 那它可以去直接培立部落社區的治理 那後面的這個共管他的古城 基本上我就跳過去了 我比較想談的是一個更廣的視野 這是剛才王老師談的就是 共管到底帶來什麼 我跟大家講 我們其實在平地地區也有討論到一些共管的東西 而且我們看到實質上面有拋薛林的一些現象 可是這樣子五六年執行下來 持續參與的動力就很少 為什麼 環境保育的事情 基本上是生活的莫知莫見 如果說他沒有辦法跟他的生活生計有相關 所以搭拉山那個共管會 我們其實也在很大的期待說 我們如果設了一個機制之後 會不會明年就沒有人來開 為什麼 因為他有龍馬 那個磷子啦 或是那個柿子啊 他那些還有他的共同產業師 他主要的生計 他幹嘛才可以導入去的因子 所以我也蠻贊成那個王老師講的 資源的使用 基本上在原住民的資源管理裡面 基本上是他主要的手段 那如果去對應他 這個可能是 我們後續在自然自然治理上面要去談的東西 好 那如果說我們共管沒有辦法有那個 願景在那邊談的時候 可不可以有更廣泛的一個視野 其實我前一陣子剛好去參加 第六屆的國際世界保護區大會 這是十年舉辦一次的 我們在現場看到的東西就是在談 如何去尊重原住民的權利 如果把原住民帶到基因管理裡面去 等下有更多的東西 那有兩個東西談出來 第一個 原住民可不可能有在法規或是在空間上面給他一個自己的權利 如果說從台灣來講 我們的原住民主保留地如果適當的擴大 我是說公有的部分不是那個私有的部分 我對網上的特案有適當的其他的想法 那如果說適當的擴大的時候 那一塊可能可以借用社區的力量做更多的事情 那第二個東西是我們是不是要去思考一下 從自然資源管理上面去談 那個從生活生態生產這種整合意義 而不是保護區跟生活就直接切開 那就需要一些多元的治理的東西 那關鍵我比較談的一個很大關鍵是 那部落社區在哪邊 過去部落社區就是一個國家 那我們現在就是透過國家 現在國家其實它變成有一個民主在那邊 那它也許是一個想像碰同題 但是當我們去談一個民主 跟土地環境的連結的時候 就我做自然資源管理的這種食物來講 我不如去看部落社區 它實質上在生活上面 就直接的在那邊運作給我看 所以那個族群的東西 我覺得那是自治的議題 對我來講是比較沒意義的 那我會看的東西是那個實質上面 對我們自然資源管理上比較有意義的 部落社區在哪邊 好 那這個是他們全世界最近都在談的 那個原住民與社區保育局的概念 他是講說原住民主或在地社群 藉由傳統法國或其他方法 志願保育天然的或與人為之 因此互動的富有顯著生物多樣性價值 生態價值跟文化價值的生態系 這個是我十年前 十一年前去德本 南越德本參加那個 第五屆的世界保育局大會的時候 他們即使就在談 我如何去recognition of the right and the wrong of indigenous people i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好 那今年 今年我們去 在這過程裡面我們看到很多的paper 包括World Bank的paper 去談到說 那個原住民主他在自然資源 跟保育上面效果不比國家差 我用一個比較中英的名字 不比國家差 有時候他們會講說 就比國家好 如果汪老師就會這樣說 好 那還有就是 像那個UN也有一些東西 談到 像這個是Forest Ecology Management 我們自己民業界的journal 也有這樣在談這個事情 所以這個東西就值得去討論 為什麼世界保育局大會會談這個東西 這是今年的世界保育局大會 有些人很討厭中國人 剛好主席是中國人 所以沒辦法 那 Gradia是一個很重要的 重量級的那個 Sharing Power這本書 談共管的這本書的作者 那在1990年代初期 他談Sharing Power 談Community 但是為什麼1990年代末期 一直到現在 他談的是Community Conserve Community Governance 那他今年 在大會裡面 接受一個終身成就獎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就是很多保護區的議題 很多保護區的保育人士 大家覺得說這個Approach 基本上是在整個世界的保護區的 典範發展上面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這是我去看的這個issue 然後我們就在上個月 10月份的時候 那個CVD 生物多量金工業組織的 第12次第1月國大會 他把UN在Indigenous People上面 就是在保育上面議題的一個稱改掉了 就是把Indigenous and the local community 改成Indigenous People and the local community 大家也許沒有太多的感覺 但是對 對原住民族來講 那個感覺就非常強大 因為他把原住民族那個文化的東西 直接帶進來了 帶進來了 這個他們講說會有一個非常大的那個 天翻地覆的變動 不知道 反正接下來慢慢看 然後在這一次的大會裡面 他有講A Promise Feature 他前兩段就講到 他要去認識 collective land and the resources right responsibility and the conservation capacity of indigenous people and the local community 他要去談那個 secure future governance 那這是 the province of Sydney 他也談到這些東西了 那就是他的SWIM 八個SWIM 你看到那個 第六個SWIM 談 governance 第七個SWIM 直接談 respecting indigenous and traditional management of culture 如果你把他談到說 跟原住民相關的東西 這八個SWIM 最少 六個SWIM 跟他的相關 這個是那個 火道的那個原住民 他們划船 其實不是划的又有風範 一萬一千公里去拆拉這個回去表達 這是他們回去的那個鏡頭 他們去表達 原住民族應該在 自然資源的議題上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範圍 當然他們又要表達另外一題是 氣候面前底下 他們的國主快要不見了 所以你們不能也真正的看我們不見了 好 這個是我今天的分享 謝謝 謝謝那個吳老師 那我們接下來請那個羅素梅老師 好 大家好 我是羅素梅 那今天我跟這個蔡正娘老師我們都要談杜蘭陸落在面對杜蘭陸 開發案的這個長期的抗爭過程以及近期有關於共管協議的問題 那我的討論會比較集中在從抗爭的過程裡面我們如何看到一個傳統體制跟文化發揮作用的一個部分 一直到今天這個共管協議能夠簽訂 那蔡老師的部分她會談這個有關於目前正代運作的這個共管協議的這個部分 那我覺得我們要談共管或是治理 它必然會涉及到不同的人群的社群它互動的一個方式以及協商的一個方式 那在這裡我覺得剛剛前面有非常多不同領域的這個專家以及不同部門的這個主持的這個相關的這個代表的發言 我認為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方式 但是在這個多方建設的過程裡面除了是必須要多重的一個努力 我們也不要忽略了其實在原住民的社會裡面部落才是真正的權威的實體以及實際面對這些問題的單位 那這也是為什麼呢其實在很多目前遭遇到的這個個案裡面 我們必須要從部落出發來看部落如何因應這樣子的一個挑戰 以及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裡面我們可以學習到手 那事實上在如果說從我們這個今天這個場次的這個標題 有從傳統的知識文化傳承再到部落治理的這個過程裡面 我想人類學的這個發言的一個位置跟希望能夠提醒的一個這個角度呢 會是我們怎麼樣來看待在這個傳統知識跟文化在這個部落治理的過程裡面發揮作用 那這個發揮作用呢其實不是一個必然的過程 或者是一個統一的一個過程 反而是必須不斷經過協商調解然後預作的一個過程 也就是回到部落的主體性來看 這是它發揮作用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過程 當然它也會必須花費非常長的一個時間 那這也呼應到前面這個陽副處長 或這個世王老師也都提到 Burkus的一個模型裡面 它其實一方面預設這是一個整體 遷移法而動全身的一個問題 那再者呢其實在Burkus的一個有關於這個環境治理 跟這個原住民的這個知識的這個討論裡面 它也提到一點非常重要的就是協商 以及這個原住民體制內部的一個權威體制 它必須要能夠發揮作用 那這兩者其實是我們再看看今天這個課題的時候 不可忽略的兩個切入點 那我在文本的提供裡面 我有提到一個就是Warrant跟另外兩位學者 他們合編了一個發展的文化面向 原住民知識體系1995年的這個著作 那我之所以特別提它出來呢 其實也是因為這個著作它非常的厚 那它包含了非常多不同的原住民知識 如何運用在發展的個案裡面 以及面對這些當代治理的挑戰的一些個案 而且這個著作呢其實影響了當時聯合國的一些相關組織 還有主要的一些環境研究團體還有一些產業 他們共同去發展建制一個非常龐大的 這個原住民的這個知識體系的資料庫 但是這個資料庫建制的一個過程裡面 也碰到一些問題跟難題 那這就牽涉到Roy Allen跟Teres 他們在這個原住民的環境知識的這個當代的一些挑戰的這個討論裡面 涉及到的其實原住民的環境知識 普遍具有一種不同於當代社會知識體系的一個特性 尤其是在它是一個口述傳承的一個知識 跟在意適應的特性 那再者呢其實有非常多的經驗以及知識呢 是透過儀式的執行跟參與以及傳承的 那這樣子的一個特性呢 跟一種個人化的知識體系可以個人掘取的一個知識 以及運作實踐的這個知識是非常不一樣的 那這也涉及到就是很多的知識它並不是個人擁有 而是集理 那所以在這裡又涉及到一個就是這個集理 以及部落的權威體系跟社會位置 如何在當代這個實踐這個知識到這裡的一個過程裡面 實踐面的一個問題跟必須要面對的課題 那回到杜蘭的個案來看的話呢 就是從傳承的體制跟當代治理的這個問題 那在有關於杜蘭的個案的部分 我想在座的很多各位關心的注意事務的 在不管媒體YouTube上面 或者是過去曾經發生過的很多的這個事件裡面呢 大概有一個了解 那各位如果對於書面的資料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參考我引用的幾天文章 那在這裡我主要把focus放在就是 在杜蘭的個案裡面 我們看到一個原住民的部落社會 它如何在長期抵抗政府不當的開發政策執行過程裡面 逐漸去凝聚跟協商出一個更能夠強調 跟重視這個部落傳統組織 也就是年齡組織的一個當代運作的一個方式 那同時呢其實年齡組織內部 它有非常頻繁的一個上下不同階級的協商的一個過程 這可能在檯面上並沒有辦法被看到的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協商過程代表著行動者非常積極的去面對 部落作為一個集體 而不是個人化的一個單位 那再者呢就是部落內部的差異 包括像世代交替的問題 世代的差異 對於這個發展願景的想像跟治理的想像 那再來呢就是有 其實今天絕大多數的原住民社會都面對一個人非常重要的 就是國外跟有絕大半的這個部落的這個成員 其實是不常規性的住在部落裡面的一個狀況 那但是呢這個旅外的同鄉會組織 它一樣有它在部落裡面可能發援的一個位置跟一個參與的空間 所以旅外的同鄉會組織跟在地社群的差異 其實也是在這個過程裡面不斷去協商 對於部落現有的這個土地及治理的一些看法 所以在這個協商的過程裡面呢 其實當然它也會製造會有一些緊張跟衝突 但它在某種程度上也積極的化解了不同意見之間的緊張 然後強化了能夠作為一個集體表述的這個年齡組織的一個力量 可是阿米族的年齡男性的年齡組織 雖然仍然在很多這個部落社會裡面還具有它的一個儀式的這個集體組織的一個力量 但是呢其實國家在過去超過百年的統治裡面 不斷的是在切斷跟弱化它跟部落集體事務的管理跟土地治理的權利 那這個可以參考蔡正良老師她近期的一個著作 那所以在面對當代不斷衍生的這些新的課題上面 比如說部落土地開發的新的這個問題 其實頭目的這個代表性跟年齡組織在其中 它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以及在同為村落政治治理裡面的村長跟社區發展協會的成員 那因為在杜蘭這個的行政的單位裡面有一半的成員是漢人 一半的成員是阿美族 所以社區發展協會的組成裡面呢 事實上是有一半一半的代表性 所以在這裡呢 這都是必須要去協商甚至去挑戰的一個這個問題跟課題 但是在杜蘭的情況來講呢 從1990年代開始 其實部落內部在這個有關於部落集體的意義上 還有蜂連記組織的集體參與上面 其實都不斷的在強化 那這樣子的一個過程呢 其實在之後兩千年之後 面對這個發展困境的這個階段呢 集體更能夠透過一種共同的文化與會協商跟表述 在不同的這個階段發揮一些作用 那這邊我想大家都知道突然在哪裡 所以我們很快的看過這個 那這個上面是 增密的土地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多然鼻 那這是壓力之所在 因為附近除了多然鼻之外 還有大大小小這麼多個 這個觀光飯店遊樂區的開發計畫 所以多然鼻的問題 不是只有一個難以的問題 而是這眾多問題裡面其中的一環 那這是過去人影發展的這個問題 那所以在這個整個抗爭開始之後 其實陸陸續續有非常多集體的一種協商 那在2005年的時候 一個文化的這個儀式上面的一個事件呢 也更清楚的把杜蘭比推到一個更重要的一個位置上 那陸落的這個風年紀裡面的基礎的儀式啊 還有這個海紀的執行 在過去可能是移動地點的一個舉行 在這個時候呢它從此固定為在這個杜蘭比這個地方 一直到今天都是主要的儀式的這個執行地點 那在這裡呢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集體對於這個空間的這個重新再給予一個 這個文化內部的一個核心的一個位置跟決心 那第二個部分呢是2001年的這個 全國性主流媒體都有報導的這個社會抗爭動員 也是一樣對抗東版處的開發案的這個課題 那在這個這個衛斯拉而跳的這個動員裡面呢 是行動者呢是透過用男性年齡組織的這個 這個風言紀裡面的護衛舞 就是只有男性的青年可以跳的這個護衛舞呢 在公開的這個集體抗爭場域裡面 這個展演作為代表守護部落傳統領域的一個決心 他也帶來很大的一個迴響 那再來呢就是新的年齡組織的一個命名 就是最新的一個年齡組織被命名為La Sardone 那Sardone這個字呢是漂流木的意思 那再一方面呢他呼應了這個八八風災之後 大量的漂流到都蘭比還有都蘭海域的一個 這個漂流木的這個事件 但事實上他也呼應了部落青年在當時 他們組織了一個對抗國家 對於這個漂流木的這個管理 沒有一個非常有效的執行甚至是忽略 忽略在這個傳統領域上的原住民權利的一個 象徵性的抗爭 那再來呢就是第四點呢就是現代性的社團 跟傳統年齡組織之間的重疊跟傳統知識在線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這個也是在近期的這個發展裡面逐漸形成的 那這邊所涉及到的是這個阿多蘭阿美斯文化協進會 那這個組織呢其實在90年代的中期就已經成立了 那他也經過正式人民團體的一個立法 那在組織的開始呢 他其實是作為一個跟社區發展協會 也就是一個原住民的這個主體沒有辦法張揚的一個 在官方跟非官方形式上都代表社區的 社區發展協會的一個對抗 可是在他逐漸發展的過程裡面呢 這個阿美斯文化協進會 他們逐漸納入由頭目擔任當然的理事長 然後總幹事是由年齡組織的主要的幹部來擔任 也就是他今天的架構是經過長時間逐漸的協商跟演進 而且是跟這個部落的傳統的這個體制呢 成為一個複合的一個情況 那今天他已經成為一個一致的這個情形 那當然這個還涉及到說他怎麼樣去適應在這個整個 這個資源的這個管理的或者是對於政府的一個對抗單位 所以最近的一個發展呢是2014年就是在今年呢 這個部落以部落的這個年齡組織中壯年跟這個青年為主力的代表 在動員之後進入了都蘭社區發展協會成為一個主導的單位 那在這裡呢其實他們也沒有忽略掉原先的傳統體制跟這個阿美斯文化協進會之間的關係 因為他在有關於合作的這個部分以及協商的部分還是持續在進行 那我覺得從這個個案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其實傳統的組織跟文化它是作為很重要的部落內部爭議跟協商溝通的一種載體 那這樣子的這個過程呢不可能因為現代化的過程就消失掉了 所以我們必須回到部落的這個主體上面來的時候 必須要去證視這樣子的一個必要性 當然我們要避免過於本質化去看待到底文化是什麼 或者是文化的規範 那我們必須更開放的去認識到這個發展主體的文化 它在實踐層面它怎麼樣去進行一種意義的詮釋跟協商的空間 那雖然在目前的一個階段來講 都蘭部落面對這個開發的抗爭一直到共產的協議 似乎看來還是熱觀 但是也呼籲相關的單位真的不要每次都要部落走到街頭去上 上街頭去抗爭了才要有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反而要開到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那回到部落的這個本身呢 其實主動去開啟部落內部的一個協商共識的運作 這樣子的一個準備的過程 其實才是導向真正具有一種原住民主體知識的 一種共產對一個體制 我的發言到這裡 謝謝羅老師 那接下來是蔡正良老師 我就不客套了 我們直接接下來 接羅老師的背後面繼續講 那我比較沒有準備什麼考慮 我基本上來講故事 一個重點 我們政府這麼多工部門 我們在部落生活 這邊要開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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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通通不用上班了 田都不用種了 真的是這樣子 如果我現在自己本身住在部落裡面 在剛剛羅老師提到所有 所謂傳統年齡主持 我也在年齡主持裡面擔任幹部的角色 而且我們這個階層明年就要是接手這個 部落的這個 這個所謂執政黨的 執政黨的角色 我在學校教書 已經很忙了 我每天晚上回到部落 很多會要開 這個 這個 我們就一直納悶說 奇怪 就部落的 部落的主體的感受上來講 這個空間就是我們的嘛 然後今天禮物節在我們開會 東館處在我們開會 先生府在我們開會 這個不曉得該怎麼處理這個狀況 我想最核心的物體在這裡 就是我們現在 一個部落要面對主謂共管 一個空間裡面 包括海域裡面 有不同的政府單位在管理 不同的政府單位在管理的狀態之下 年齡組織再怎麼有效 再怎麼強大 再怎麼強壯 大概也沒辦法應付這樣子一個 這麼複雜的一個政府機構的狀態 那也突然之間來講 剛剛羅老師有提到說 大概從這幾年 其實從抗爭 因為抗爭是最直接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我搞不清楚你的法令怎麼走 你的政府單位到底那個行政手續怎麼辦 我抗爭是唯一最直接最簡單的方法 可是在抗爭的過程當中也當然也 把部落裡面的這個所謂的傳統的公共事務的 這樣的一個組織 慢慢的形塑起來 尤其像我們這個世代以下的 年輕一輩的 年輕一輩的 更為凝聚那個力量存在 那像以目前再突然來講的話 實在太多了 最重要的是東莞處、林務局、水保局 與這個鄉公鎖縣政府 就是像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剛剛就提到就是說實在是太複雜了 那其實杜蘭部落還有一個類似 其實很多東海岸的部落 有類似相關的問題 就是圓和混居的問題 當我們一直在談論原住民族 這樣的原理題的時候 談自治或談這種管理的時候 也要這個也是牽涉到族群衝突的一個面向 待會我可以談幾個小故事 那我首先談到 關於一個從頭領域多如牛毛的政府機構 我給你們看一下一個 其實東莞處在最近這一兩年 開始好像比較積極的跟部落來修斥 這個共館的一個共濟案態度 他行為上面也做的也比較積極一點 相對於其他工部門 幫忙禮物局當然也有 他們有成立這個委員會 就是像在都立和都藍有成立這個委員會 我會看一下這個法令 那東莞處在去年開始就招標 標了一個 就有一公的公司去招標 標了一個案子叫做 呃 我看一下 本來就是類似像政策環評 都藍地區觀光發展政策環評的一個案子 然後給各位看一下 我當我看到的報告書裡面有300多頁 我看到這些什麼計畫什麼計畫的 我在即便我在大學教書 我其實就看到頭都昏了 又有什麼經濟部 經建會的 又有什麼光光局的 交通部的 內政部的一堆什麼發展計畫 做的事發展實施方案 各位看到沒有 每年一堆 最重要的是各位看一下他整理這個相關法令 這還漏了喔 還漏了漁業法 其實是不是 就是 各位請看一下這個就好了 我們不是學法律專業的人 其實真的講實在話實在是沒有辦法 每一個部門他搬出什麼什麼樣的法律出來 你說部落年齡組織在什麼強大 真的也是沒有辦法 除非我們從小開始培養你去念法律你去念什麼 但是基本上就是不太可能遇到的情形 所以現在其實現在目前在突然最大的問題就是 就像我比喻成業問 突然每個原住民部落的業問 每個工部門都是業問的敵人 要一個打十個 所以原住民部落裡面沒有業問那種本事 這個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其實你要談共管 這個是一個未來發展 目前大家都在談的現象 可是到底要怎麼共管 其實這是目前為止 我們 即便我們就動案住天雷 都然跟都然簽了一個備忘錄 那個備忘錄 那個備忘錄 其實如果你們有機會看到那個備忘錄 內容的話 其實是宣誓比較宣誓性的 一個精神性的 沒有任何實質性的一個內容在裡面 是沒有辦法的 好 我再提基最基本的一個例子 那東莞處現在有意願有動機 他也想辦法跟部落來共管都然比 那現在因為 各位知道嗎 現在都然的阿美族人 是在漢人的土地上面跳舞的 在離世的那個 就是給我媽的那個 是在漢人的土地上面跳舞 是一個寫天宮的 當然這個背後有他歷史脈絡 所以每年都是要跟他們借的 當然因為今年寫天宮就 因為要選舉嘛 他們土蘭街上漢人有十三一 就十三個兄弟結拜的 那個漢人結拜的 那當然他們都他們掌握了 縣議員啊 鄉長啊 鄉民代表啊 鄉代表會主席啊 就是很有政治資源的一群人 他們今天要選舉 那因為他們今天有內候 有兩個要出來選鄉長 那就有一個 就有一個就出錢 然後剛好土蘭街上又有一個漢人 在大陸賺大錢 就捐了一筆錢 要在這個協天宮的入口處蓋一個牌坊 就是一般廟裡看到那個牌坊 這對阿美族人來講 是非常震驚的一件事情 很多阿美族人來講 是很震驚的事情 因為那個地方就是 每年儀式跳舞跳進場的入口 那個護衛舞要入場的那個位置 可是搞到最後才發現說 原來那個土地是漢人的 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使得在法律上來講 你根本一點一點都沒有辦法 拿他們無可奈何 只能用檢舉違建的方式 因為他們做這個超過六名 超過六名 因為要申請這個假雜像執照 他們沒有申請 我們只用這種方式 只用這種方式可是在變成是說 村落裡面族群的那個 就開始有點產生那種 本來是引而不見的那種族群衝突的關係 其實現在有點浮上檯面來 所以這個 這個部分其實蠻悲觀的 這個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像 都蘭比這個事情 東莞書他這樣講要共管 可是他也答應說 沒有任何的規劃之前不要動 雖然他之前花了好幾百萬幾千萬 一直在請規劃公司規劃了很多 看起來美輪美奮的 看起來美輪美奮 可是在很多年紀裡面是大便的那種規劃案 我花了好幾千萬耶 這是請工程顧問公司 計劃公司規劃的 那現在不動 把派在那個地方 現在年輕人想說 就是現在那個 剛好我提到我們協天工那個土地 現在有一些人說 為什麼不能把我們的那個機場 因為以前其實機場一直在移動 有在移動 我們機場移到這個 杜蘭比入口這個 現在之前杜蘭比入口那個 那塊大工地 結果發現遇到太多問題了 第一個 杜蘭比入口說 好我可以給你冷靜的 一百萬元上要招標 一百萬元上要招標 你們有沒有勞動的人說 沒有 有沒有公司 沒有 那誰去標 真的很難很麻煩 就關係那種什麼 十萬一百萬的事情 就搞不清楚 就搞不定了 就是那種 知知節節的細節 實在太多了 好 再來就是 不只是公有土地的問題 就是說從部落主體性的觀念來看 就是屬於傳統語役的問題來看 其實像比方說 台東現在家路只能有一個白屋 現在一直謠傳是某個政要的 屬於某個政要的 相信政要的 什麼謠傳啊 你相信政要 這搞不清楚 一直帶神秘的 好幾億的建築 你知道我們還去調空造圖 我們還去調地基圖 我們甚至在它蓋的時候 寄出五份檢舉信 一份到領務局 因為它下面有一塊土地 我們發現那塊土地是領務局的地 它也佔用自己 蓋這個 蓋這個 種這個 它自己的作物 然後放了很多它自己的東西在裡面 然後把它規劃的好像是它的 它的領院 可是事實上它的地 就只有上面一小小塊 然後蓋了差不多百分之九十 想要是農地 不是只能蓋百分之十嗎 它蓋到百分之九十 我們檢舉了縣政府 檢舉了這個 縣政府的兩個單位 農業處和建設處 然後林務局 調查局 監察院 最後只有林務局有回溫 所以已經要求它 回復原狀這樣 可是事實上 即便是回復原狀 它還是開始好像 因為我們一般人去 還是會覺得說 好像是 這一家這個招待所 這家這個大型民宿的 所以說 類似像這樣的奇奇怪 而且這個越來越誇張 他們晚上會打燈 看到江貌子一個大色的 那個大的石頭上面 會打綠光 然後晚上有時候會去潛水的人 有時候會嚇到 而且你們知道 打光的時候 其實那邊附近就不會有魚了 打他們綠光附近就不會有魚了 就像月亮出來的時候 魚比較不容易打一樣 一直 所以 像這種情形 其實在突然會越來越多 比方說 最近 我一直看了這個報告 這個政策盤底這個報告才發現 原來突然的建地的容積率比台東市區還高 一種建地是240% 這開什麼玩笑 這個到底當作怎麼規劃的 這個我們根本搞不清楚 裡面是 慢慢一個資料 一定只要慢慢 越來越知道說 原來有那麼多魔鬼藏在那麼多的細節裡面 可是這些細節 所以你要交代部落的族人 一個一個都這麼清楚 實在是 實在是 強人所能 強人所能 好 我想 最後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就是長期以來 這樣子的一個 部落組織雖然已經透過抗爭 慢慢 這個領域組織有在 看起來也不在復甦 而且早上我的line一直在想 因為我們明天有一個 唯一的阿美族村長候選人 明天要競選全部成立 然後我們按照年齡組織一直在 一直在傳一個訊息說明明天有下午4點 要按照 把留在部落的選手 就是部落的弟弟 按照年齡組織這樣一個一個 全部帶過去 因為他是唯一的 阿美族會村長候選人 因為已經太久都是派人當村長 所以其實看起來好像說年齡組織有一個 就是傳統的公共事務組織 他已經回復到一個 有一個能量存在 可是事實上 就相對於領這個全職薪水 我們很多年現在在講 每次去開會看到 領全職薪水的公務人員 住在那個地方 然後我們來開會 我們就要損失我們自己的工作 失去我們自己的時間 這到底好像 感覺上面就是不對的 可是有一個重點 所以他就跟我講說 可是他們身上有錢 所有的資源都在他們手上 你又不來又不信 變成是這個樣子 有點矛盾的 變成矛盾的這樣的一個狀態之下 所以共管到底是不是對等 我認為目前到現在 我還看不出任何一個對等狀態下面 甚至於只是依附在依附在公務門 各自的一個發展的方向 各自的策略 也許林務局在台東 可能有一些新的方向 東環出他有新的方向 那這個是真的是應付不來 這是我的 我對目前共管所謂 我在部落生活 我也沒有什麼 不用太多所謂學術性的觀察 因為剛剛那個郭老師已經有一些 一些基本資料 那我是針對日常生活上面 遇到了一個最基礎的問題 跟大家做報告 謝謝 謝謝邱老師 跟邱老師 就透過這個都蘭的這個例子 讓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共管的問題 不是單單只是這個法令組織 還有很複雜的這個社會的關係 那他們告訴我們很多 有關在部落裡面 那個主體怎麼 逐漸浮現的這個過程 那接下來我們 邀請淑銘 來把時間交給他 謝謝邱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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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蘇明 董葉 老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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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必須要把全體說出來 今天來跟大家做分享 同樣的 就是 我在講到一本 那麼多的法令 那麼多的文字 因為我在部落裡面 大概就是翻譯 我不是要從國語翻成母語 那個中間 我最厲害 我整本大概要翻十年吧 整本 應該這麼說 那我在想 我剛好 剛好部落有遇到一些問題 就是說 你現在看到 這麼開朗的環境底下 是現在正在打上的 正在有土地增益的銀行 同時打了二十幾年 二十四年 那現在是跟東環處 作戰台面上 討判的一個狀況 那 其實我會站在 看待我自己 看待自己族人的這個觀點 去看這件事情 那你現在看到這個 這個畫面呢 是四年前開始 是富裕起來的 那在之前 政府在執行這個 修根政策之前 現在 現在應該是二十一年了吧 這個是方位的 沒有人管的 那麼 在這個地方 這個下方那裡 是東環處的 東環處管理的 也就是在民國八十三年後 就是國產局 五場多餘的東環處使用 那時候的港口獲得人口 都愛醫療 就是拖到外面去工作了 反正土地放早 也有這個 這個 修根費可以收 那個時候的狀況是這樣子 那今天跟各位大概分享一下 在市面來 這個地方為什麼要怎麼做 為什麼要富裕這個地方 好 這個我們一剛開始 我們說這個是傳統的這個 我們說JUST BOM JUST BOM JUST BOM 從前在耕作的時候 我國超說它是 河邊的這個 河裡頭的這個交響樂 你們大概不知道這個JUST BOM 是什麼意思 你們家 每一個圓民 台灣各個圓民族人的 家裡的旁邊 這個村莊的旁邊 一定有一條河流 河流裡頭一定會有這樣的東西 那他沒有綿米機對不對 他就使用這個來 做這個水的槓槓年齡 來去打米的 來去綿米使用 所以他們綿米的時間是白夜 在河邊非常的 非常美 非常浪漫的感覺 其實所有的婦女都在白夜 天亮以前要在這裡綿米 在河邊 所以每一戶人家五到十個 當中呢 就會有一個JUST BOM 然後呢 就是推派這幾個婦女呢 會到那個河邊去做連理的動作 那你想想半夜 配河流 然後就JUST BOM JUST BOM 那你又JUST BOM 加上什麼 加上這個婦女的歌聲 這個是最美的 最天然的這個一年場域 這是我的想像 所以在剛剛回來部落的時候 我做了這樣的一個東西 在自己的家門口 那最後就被颱風吹走了 那可惜 那這個是在四年前 也就是說 經過二十一年的這個 廢掉的這個水晶田 然後在四年前富裕的時候 實際上以前這邊都已經沒有 都說這些水晶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 傳統的曲溝式的水晶 同時是在保護這個生態 也就是說 在當時我自己的記憶裡頭 那個地方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不需要用水泥 我們拒絕了水泥 所以說用當作這個曲溝式的 那麼經過了二十幾年之後 都已經攤掉了 我們用部落的人力 去慢慢開花到水泥頭 那之後就是這樣的一個現象 在二零一年的一月十四號開通 就是說從這個三元頭 一直到這個地方 大概一千四百多公尺 那不要為什麼要取勾式 就是小時候有個故事 應該是這樣說這樣 那故事給你們聽 就是說 在傳統裡 在傳統生活的領域裡頭 這個以前底下是水平田 那個上方幾乎都是水晶 也就是這種曲溝式的水晶 那旁邊一定會有打入岸 打入岸就是 原來就是東海岸 就是說 延伸出去的一個家 它是有家的概念 就是說 小朋友在夏天幾乎在這裡 那天黑之前一定要在這裡 完成這個 就是完成這個洗澡的動作 所以那個老人家 都會把你抓起來就在這裡 從頭到尾就洗乾淨 然後再回家 這也是一個很美的事實 所以我希望能夠印象說 這樣的一個 賦予到這樣的一個事實 所以我覺得這個水平的故事 不但給這個生物多樣性的一個七十匹以外 那也給自己 就是我個人的希望能夠歸入到大石 那麼現在這個水晶 常常會有很多的環境教育的這些 學術界的功能們會來這邊參觀 是這樣子 那還有它的最傳統的分水制度 這個應該來講 原來我因為我聽不太清楚 這個這樣的一個制度 原來我以為是來統阿姆基的這個 把所有存下來的這個制度 後來我去年 前年的時候去日本三關 他們就是整個區域 在山裡面的水晶天坡度 比我們還要高 那我才知道他們其實是 也用這種方式 所以這個東西 應該來講的話 是從日本流傳上來 這是我在去年度的時候 才能擺動 不過這個老人家都以為傲 就是說這個是他們的 他們就是他們的 但是這個 這個派要洗杯的這個東西呢 就是真的是阿姆基的這個傳統 其實叫做 我們稱之為太陽系 那我在想 那我在想 每個人不管 我是要講一個 對不起 就是說 現在的這個場域也就是說 很多部落的青年已經在外面了 那留在部落的這群人 壯年以上的 或者這個港號部落 非常特殊的一點 就是說 在公民戒得的時候 每個人都回來 幾百個人回來 一個禮拜這樣算有沒有 剩下這隻貓 我們在服務從事 不管哪一個行業這樣子 那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有很多 比如說 我的獵場不一樣了 有的已經是 可能是老師 那些可能是 在公司 或是在哪裡上班 其實那都是獵場 那我是說 這些回到這些獵場 我是希望未來真的能夠 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東西 只要是在這個地方有 就是地主的 這些族人們 再出去 如果你的獵場是 你是一個老師 那可能就是 有沒有辦法就是 用百分之多少 少一點點 然後呢 就是 就是大家 大家捐出一點點 然後呢 變成是 富裕這個地方的基金 那因為我們老師靠那個 政府很多 規定很多那個東西 對一個 居住在部落的這些 懂得一點點的人 說實在很難 那你會寫計畫的 會看那種這些的也很難 我們老師請 請外界的人來指導我們 我老師說幫這個忙 又幫這個忙 幫久了你會覺得 為什麼這個事情 是要別人去幫你 為什麼是自己部落的孩子 會去做這些事情 希望這樣的一個方法 能夠維繫這個地方的富裕 富裕不只是水晶天的富裕 也富裕人跟這個土地之間的關係 這樣子 快一點 你看東北 有很多人經過這個東海岸 石地平大概 就剛好撲落 這一個五公里範圍面的環境 海邊靠海邊 所以這個環境實在是太美了 現在變成什麼狀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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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路邊 在路邊 因為旁邊是東管處路口處 那兩邊 這兩排的停車 全部都是遊覽車 不分週休跟停日 它幾乎是每天上百步的遊覽車 就在這個地方停日 然後就在你們家族旁邊 大小便 這個諸如此類的事情 常常是發生的 我們不知道 我們一下子就面對這樣的事說 真的整個部屋的人 不知道怎麼辦 謝謝你 謝謝王老師 歷史說他們就會到 也不管你這個是不是 是不是用語使用的是自然頭髮在跟著 但是忍不住的時候 他就跑到 就是你到底高一點 他就蹲下來 就這樣子來了 這也是常常有發生的事實 真的 跟這張照片來對比 所以我覺得心裡非常的 非常的難過 對 也不知道要怎麼辦 那當然在部落創造一個產業 我們還是希望它有一定的受益 才有辦法去持續 持續這個地方的未來 也希望能夠創造一點點的平台 看看部落的孩子是不是能夠回來 這個地方 持續跟著 跟著 我覺得沒有了土地 就不會有跡 不會回來 人就不會回來 不會回來就沒有氣點 沒有回來就沒有部落 所以土地非常的重要 是這樣子 那當然 我們也希望這個地方 然後回顧到當時的這個狀況 就是說 很多元 很多元性 然後就是很多生物的棲息地 也能夠同時被創造出來 那因為我們自己本身在那個地方 有很多從事一門工作的這個朋友群 尤其是港口庫樂飯很特別 就是有滿多的藝術家 我們很喜歡去創造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實際上我要講的是 照這個地方生活 我們必須要重新再富裕 或是重新再找到那個地方的價值 就是創造那個地方的價值 要花很長很長的時間 而且要非常小心 同時間呢 我們不太喜歡去 當然我們剛開始 富裕是靠政府的資源 最後我們還是會醒過來 得要靠自己的時候 要怎麼樣得要靠自己 這個東西 我們還是很努力中的 那這些都是這幾年當中 所創造出來 因為我們只有中一到期 然後下半年我們就要活絡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就邀請當地 或者是外界 或者是國內外藝術家 都有的話 來參與這樣的一個 藝術社會這樣子 好 謝謝 那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挑戰 就是說 其實在部落也要 除了要維繫這個傳統文化 以及去整理這些傳統知識 這一項 這一項我們就做得非常辛苦 因為外界的部落小孩 也只能在慶典的時候回到家裡面 真正 我常常講 這個故事應該是自己的小孩 來的部落小孩子的 就是部落小孩子的 來進去寫 或是來進去做的事情 那往往就是都是外界的 來寫出 所以留下來的東西 往往是很少 所以這個 對不起寫錯了 那就是我們都在學習當中 目前我們真的非常非常努力在學習這個部分 那當然就是我還是一句話 就是目前我們在跟東華書談共管機器 這個曾經已經戰爭了二十四年的幾百個地在談共管 那我們已經請了律師去幫我們擬 那我希望他的前提之下 就是在這個共管企業的底下 會有一行字叫做 你必須要承認這是傳統領域的概念 去擬那個共管的條例這樣子 那現在我目前正在 正在遇到這樣的狀況 也就是你剛剛看到 這麼漂亮的水滴田的附近 同時我要提醒我自己的主人 譬如說 在你好不要去富裕 因為你剛剛看到的水滴田是私有地 那有爭議的那個地方就是 東華書已經整理得漂漂亮亮的那個地方 就是說我自己也會反省 主人為什麼一直放棄這個 就是你自己的私有地不去佛羅他 反而要去爭取那個 爭取那個你現在看到的這個商機 因為我是在部落裡頭生活那麼久的人 我知道自己主人在想想 所以我提出了一個意見就是說 假設政府能給我們 就是說政府還給我們這些傳統領域 或是傳統領域 可不可以簽署百年不賣的 真正的百年不賣的企業 也就是說主人跟主人之間 要有這樣的概念 要回這個土地 不是說我看到他有商機我就亂改 或是說我就拿來就賣掉的意思 所以這個概念 我希望能夠確實成功 好 我就分享和聲 謝謝 非常謝謝前面 那個很感人的這些實踐的經驗 那我想這個也是在 以現有外部落主體實踐形成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可是請幾位老師到前面來 那我們接下來有一些時間 今天我們可以來看看在座的朋友 有沒有什麼一些意見 或者是有一些問題要來請問 在座剛剛的你談一下 去年我邀請那個 那個布洛克斯教授 加拿大人的學家來 那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It takes two to tango 就是說他在演講的時候 他就提到有關於共管 他其實在講共管 他說共管不可能只有單方 當然也不可能只有雙方 但是他用那個跳 tango來做比例 就是說Tango不可能只有自己一個人在跳 那今天我們在討論 我們從第一個場次一直到第二個場次 其實這裡面不管是在法令 或者是這個組織的架構 以及其實特別是在第二個場次裡面 有很多很生動的這些個案 在這裡面我們真的看到 部落裡面的這個 真的那個主體怎麼形成的這個過程 其實裡面有很多議題 值得我們來做一些看 不曉得裡面有什麼 沒有 先補充一下 好 讓我一起講一個很重要 不好意思 先補充一下 不知道我們先進 有沒有再注意到很多原住民部落裡面 因為公務門的這些補助案 很多設計發展協會 可能總幹事或理事長 四年一陣下來以後 他可能就成立另外一個協會了 這個是很普遍的 一個部落裡面 一個社區裡面大概有好幾個協會 然後大家去禁標那個公務門之外 如果想提出這個 給大家去思考一下這個現象 拜拜 拜拜 因為大家都比較含蓄 比較講話 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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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什麼方面在跟他們租回去 或是其他的商業企業也跟原住民去尊重 去跟他們租借的這個方式 其實是這個是比較合理 也是比較有可行 可是問題是說 比較掌握這個整個主導權的部分 他們願意釋放這一塊 其實是要真的是要整人 我們這個漢人也或是一些善人 真的要自我反省這一塊 其實我們看到一個例子就是說 之前帝國統治一個地方殖民地 其實後來發現這個殖民地的地方 反而自己起來 那些帝國反而會去那邊 去做他們的替他們服務 那我回想起來在台灣 為什麼原住民是在地的一個 最原始的比較在地的主人 為什麼是後來的人去管理 或是去做這樣的一個自由的分配 那沒有去尊重到原住民的那個區塊 這個是跟其他 我看到的歷史或是這個趨勢 是完全變了過來 那剛剛第一場我有提到說 韓國的政府是民眾不知道怎麼做 是把他們的法律行政程序都弄好 端給需要的民眾服務給他看 那可是今天我們看到 我們的整個環境的政府的部門 還是用那個法律複雜的程序在跟很多 其實是我們和很多看不懂的法律了 我不要去說看到原住民的那一塊 根本因為一看下來這個整個法律 其實是互相是重疊跟衝突 那政府部門之間其實是溝通都有問題 那怎麼樣政府要跟原住民去溝通呢 因為各個部門之間 去年有開過研討會 是各個部門要去做協調 可是後來看起來還是失敗 如果說政府內部都沒辦法溝通的時候 其實要跟原住民去溝通 我相信這個又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將來的這個區塊 我是覺得說 剛剛那個神明如你小姐有提到說 政府應該要提到最後一句話是說 是不是可以把韓國的主權化給他 不如說為什麼這個東西 本來是我們不能要未來的 其實是相當的想法 可以再慢慢去改觀 因為真正如果說沒有尊重 我相信大家在住在這個地方 只是大家在一直在討論 其實都沒有辦法溝通 因為大家都沒有把心化在那個地方 這是我想想的意見 那是請大家多多指教 謝謝 謝謝 好 王老師 謝謝 謝謝幾位金彩和這個發言 那我想聯繫剛剛對這位先生 就是從蔡教授的那個發言 就是說我們真的從蔡教授的那個發言 就是再次的遇陣就是說 我們政府的一個消極的態度 對面對嚴重的態度 是一點都不及時 就是說剛剛這位先生所提到的就是 我們是要幫嚴重民進去解決 而不是要制定另外一個法律 然後叫嚴重民進去遵守這個法律來 你看到就是說我們每一個 剛剛只是講一個部落跟單一的一個對象 可是實際上我們要面對的對象是太多了 太多了 那每不同的事業就有不同的法律 那我覺得我們就是說 都在只在強調說 這個政府部門只要沒有錯誤 就是法律正確性 沒有談到說他的積極的要去協助援助民 去解決他的問題的這個方向去做 就是都在強調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現在政府 普遍的一個形態 因為因為剛剛吳基正在這裡 我剛剛其實他一直在講到 回歸到三四條 我看三四條其實也沒人理啊 我們看到突然是人間中央的官員 他應該算是大官 但是呢我看到是一個人為言輕的一個 在面對的一個既有的一個 就是說盤聚原住民土地的既有的這些 所以我覺得政府可能是最大問題 我們回到那個楊富翔在這裡 就是說靈務局它其實是一套知識系統沒有錯 可是我們從實際上的一個真實的歷史的發展來看 靈務局呢它其實坎樹起家了 那麼它其實破壞自然生態 然後也破壞人文生態 那今天要我們去遵守既有的法理 而不去追究 我覺得這個是不對的 就是說我剛剛講 我們只是做個未來 我們要向前走 我們要走 我們要處理歷史上的一些錯誤 我們不是要去追究某一個人 而是說有些錯誤的政策 我們必須要理清 然後從藝術上去學 是一個這樣 那然後呢我們就可以 就是說凸顯的就是說 靈務局它必須要在這個過程當中 它必須要真的要變成是一個 一個專業者 而不是說專門去破壞 這個自然生態 還有對原住民的生態 它不知道它對它的破壞人這樣 它必須要承認它 它曾經是半國這樣一個角色 然後剛剛又回到這個法律 剛剛樹敏小姐提到的 我覺得真的 我們欠缺一個 我們現在要面對的是一個原住民 它是不同於主流 是統治國家文化語言的一個群體 所以你練了法律 不要以為原住民都自然而然 就會懂那些字了 它需要像我們這樣的一個 文化的翻譯 不只是語言的翻譯 還是文化的翻譯 那這些真是政府應該可以做的 可是我們並沒有在這方面是著力的 就是以為我們練了法 我們就自動出去了解 然後就會做到事情就得到解決 完全不是這樣子 反過來講 當它立法律的時候 完全沒有尊重傳統原住民的語言以外 還有它的傳統的文化 生活方式也沒有進入到這個法律 所以這個法律 你說政治正確知識官員們 或者是有力學者們 自我安慰 實際上它還持續 更緊密的強化 這個國家對原住民的一個 潛失跟傷害的可能性 所以我真的覺得政府 政府這邊要真的要去再做一個檢討 調教 那個楊副局長 那個人我也想到今天跟那個 薯命他有報告那個有關於海盜米 那個林務局有一些 蘇明 蘇明是非常合作的好夥伴 因為剛剛王老師提到林務局 我就不再講 我們再一下 就是當時國民政府來到台灣 他實際上他沒有任何資源 他勢必透過精英主義 透過精英主義去砍這些資源 砍這些資源 他可以提供很多所謂的供應鏈 然後提供很多的工作機會 不然的話那時候社會就會亂 然後你拿了這樣的錢 然後扶植我們國家的中小企業 所謂的那個客廳就是工廠 還會有下一步 不然的話我想在這邊大概 不知道我只是把歷史背景講一下 這個也不需要 我常常講說有的時候 應該要回到當時的情境裡面去講 而不能後勤之力 那我都是講最正的問題講 蔡老師還有蘇明 我想要聽欺倫的話 就是說我們現在是在意這個制度 可是剛剛你們講的很多無奈 那是一個直接民主 直接民主 可不可能民主在部落裡面 有沒有那樣的可情性 不然的話就是陳陸蔡老師在講 天天開會 當然是天天開會 將來有更多會議要去開 那怎麼辦 那這種東西可不可能用一個 代議的方式來解決以前 童木說的對 或者是現在講的領袖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常常講 剛剛也是剛剛是 剛剛這位先生有講到 就是說很多事情講說 這個事情我抗議 這個事情我有一件 好 同時問題都解決了 可是不會 他後面引申了很多的 那個不解決問題的那個時間 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然後會把問題越做越複雜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們的想法是怎麼樣的 最後一個問題是說 我們這邊講的很容易 因為大家都是精英主義 我們都是叫別人去做的 可是我們這一群人 真正如果回到部落以後 我們有沒有這樣的機會去動手去做 剛剛蘇明老師講的 蘇明老師講的就是說 可不可能真正把那個 海盜米去附贈起來 在這上面盡一點心力 我想盡力是讓老師給你盡力 有關於那個部落組織的 內部的這個部分 那個 蔡老師要不要 之前有一個人提議說 同樣薪水就變高匯學 花蓮嘛 高匯學 我的意思是說 當然大家部落的代表 部落本來就會有 他處理社外單位的負責人 那我們重點是在於說 這些負責社外的 那部落裡面也需要花一點時間 因為長期以來 他中斷了一些時間 被改變了很多 當然也還需要適應現代的社會的 所以一直在進行調整 所以我們 那我老師有報告說 其實花了很長的時間 在不斷的調整 不斷的協商 才會有出現 那 所以這個部分都一直在協商當中 有沒有可能 當然有可能 可是重點在於說 那個對等的 對等的單位和調整 又不是說部落 因為常常很多東莞出之前來講說 你們到底誰是部落的代表 因為我們的同路不在部落裡面 到底是社區辦協會主辦事 還是哪一個靈異階層的 就好像以前西方人 白人到太陽州去 你們的Chief在哪裡 就是人家沒有Chief 就是目前這個狀況是這個樣子 就是我們想像中間會有一個投 可是事實上很多都是經過協商的 那大家有人會開玩笑說 可以啊 我們領跟處長一樣的薪水 我當然就會有投啊 東莞出處長一樣的薪水就會有投 那當然這是開玩笑的 這是我針對這個代義政治的看法 就是他需要協商 那當然我剛剛提到政府部門 就是太多那個不同的對口單位了 那真的是即便有投 那個他的全職工作 對這個他也不用需要 對部落要做什麼那個工作的那個範圍 所以其實還是需要協商的 我想我針對這個做的一份 你有沒有要針對海東這邊的工作 那個你們組織的這個部分怎麼起來 對 就是怎麼講 確實是跟蔡老師講的一樣 在部落開不完的會 從頭開始 又從尾巴開始開不完的會 那麼誰才是真的是決策者 就是說針對某一件事情來談 那我當初我舉我的例 比如說像雪梯田這個部分 一開始我是被問怕了 我就住在水梯田的旁邊 每天對人問我 這邊這麼美啊 一平多少錢 多少錢被問了很煩 然後你就被問到有一點怕了 那這個是非常重要的農田命脈 就對於族人來講 沒有了這個你別談回不回部落 沒有土地你根本就踩不了部落 而且沒有祭典 所以我那時候的方法是找部落其勞 我從最底層的湘工所園民處 就是現在我們的園民處到園民會 在水堡中的光卡一堆一堆 搞不好我們自己園民會那裡 就說跟你講 直接跟你講沒有這樣的項目 我要複點這個水源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沒有這個項目 那通常我們都是這樣跑跑 跑到有一個地方就這樣 像現在聊天 然後或者說有些朋友就彈起來 彈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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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 那其中有一個朋友也是聯務局的夥伴 就是說他告訴我有這麼一個人 剛好就是聯務局保育組的某一個祭司 在辦理這樣的一個富裕 那我直接就問他天 我直接就打電話給聯務局保育組的那一位先生 我就是這樣聯繫的 然後就直接找到人 找到人告訴他 我現在這裡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需要這樣子 你可不可以給我支援就這樣 剛開始富裕水底田是這樣子來的 也就是說你主動性要強 你的積極性要強 你就找不到自己園民會 你去找別的單位 你找水保局他的光卡就一堆堆堆 我們是波羅是做不到的 你必須要上過96個小時之後 再提計畫然後可能要等到5年之後了 就是說這樣的意思 就是我覺得這個 自己本身族人的機器性也要高 然後也要找對的單位就是這樣子 那因為有太多的 反正就像他老師講的 這個很多很多很多 那個不是波羅能夠去瞭解跟清楚的事情 那因為都外的這個波羅青年都在都外 對自己故鄉 對自己的部落這樣的一個關心的程度 沒有像我們那樣子積極 所以我們現在的做法會關心到 未來30年的這個部落 從不出往也要看這一帶 你到底要怎麼去做 怎麼去面對政府 對這些的法令一大堆 那你如何去明白它 如何去堅持維持自己的權益 是這樣 我覺得是比較重要一點 一定是這樣 你現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是關係到未來 你這個波羅30年50年的一種氛圍 一種未來 好 謝謝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可能要停在這裡 不過剛剛史密做了很好的 不過我想很好的一個 這個panel的一個結尾 就是部落裡面的那個主體性 那個非常主動的那樣子一個能量 然後從部落出發 而不是從國家 他不了解部落的那個運作的方式 然後好像是很善意 結果都造成很多的傷害 他從部落這邊出來把需求提出來 然後直接去聯繫到那個國家的資源或等等 那當然在國家這邊 可能也有很多要去反省的部分 就是說當原住民那個很微弱的聲音 提出來的時候 我們的國家單位是不是真的有聽到 或看到他們那個真正的需求 如果這兩邊可以透過像今天所 史密所提到這個海盜米這個個案 所以從那裡開始 會不會就是一個好的開始的一個清楚 那我謝謝今天這個panel的這個 評言人非常精采 我們謝謝他們 接下來這個時間可能還要交回給董老師 抱歉我們今天因為太精采 所以時間一直在delay 這個真的是要三天三夜 真的大家要關起來 今天大概是透過這樣子比較壓縮的時間 讓這些議題可以凸顯出來 我想也不錯 我想那個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很快的就切入到今天討論的這個前面 聯繫到前面 大家討論的這個共管的議題 當然今天是非常聚焦在有關於這個共管法 共管法它原先所設計的這個內容 要銜接原子民族基本法等等的這相關的議題 它到底適不適用或何用 以及它所延伸出來有關於共管會 現在它運作的這個狀況 那很想在剛剛大家討論的 不管是從組織運作或者是從個案上面 你會發現說其實這個共管機制 這個共管法裡面所規範的 它還是相當的有限 那我簡單的大概review一下前面幾位所談到 第一個當然這個共管法裡面談到的 是大概就是兩點 一點就是說不溯及既往 不溯及既往 那從這個共管法之後呢 如果我們的國家單位要去做什麼有關於保育 或者是資產資源的管理的措施 必須要得到原住民團體的同意 大概第一點是這樣 重點是不溯及既往 但是剛剛談論到很多 如果不溯及既往這個正義怎麼去維持 等等這些東西其實那個問題大到 大到其實好像這一個法條裡面是完全沒辦法處理 那這個到底要不要處理 第二個部分是涉及到有關於共管會的成立 共管會的成立 那這個共管會的成立當然是有各方的代表進來 不過我告訴大家一個我自己的經驗 因為我參與那個學霸國家公園的共管會裡面 那個會的開會的氣氛基本上是非常火爆的 那我跟大家講其實那個代表的選擇 基本上也是從國家單位所選擇的 也不是由原住民所推出來這樣子一個代表 那為什麼會很火爆 其實進入到那個會議裡面 就基本上就是在爭取那個很有限的 國家公園可以提供的資源 那就好像在立法院裡面在討論那些資源 可是重點都放在那個資源的分配上面 而沒有去討論到有關資源分配的 更細緻的這些有關於關係等等 這沒有辦法討論 所以我自己對像我所參與的這個共管會 他能夠執行的這個效果 跟他自己可以達到目標或感到悲觀 那我現在要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其實去年因為我們邀請到那個 Fiquette Berkis教授 他其實是有關於這個共管的機制 他花很長的時間在那裡討論 那其實他的起點是從原住民族的文化 跟原住民的在地的知識 這個知識系統的了解開始來建立了 那我今天聽大家講這個有關於這相關的議題 我就發現說其實我們是不是太過於 真的只著眼在這個法令條文的這個規範上面 我不是說它不重要 而是剛剛有一位先生提到的 就是說如果我們都只在停留在 這個法令的條文的這個部分 而不去順次注意到說 其實這個背後更重要的是問題要解決 那我們只停留在那個法律的攻防 基本上我們就是在顧慰我們自己的權利 我們沒有解決問題 那真正的問題是在哪裡 真正問題是在於 我剛剛講說Tex 2 to Tango 就是說國家管理的機構有沒有出現問題 剛剛楊副局長我仔細聽他剛剛 其實我覺得他很勇敢 而且他也很男人 跟我們在這邊講這些事情 就是說其實國家機構裡面 管理上面有大的問題 就是橫向的連結都出現問題嗎 那難道這不是國家內部應該要去反省說 那我們怎麼建立一個比較好的橫向機制 或者是剛剛我們討論到有關於更高層的 是不是還有更高層的 或者是如如老師所講是更低層的 這個部分的部分這個怎麼來做 所以國家的機構治理的機構 在管理上面的技術 或者是有關於背後的概念 有沒有需要反省 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其實可以去反省 在另外一方面 在另外一方面 我現在講的是問題 解決問題 到底我們的問題在哪裡 國家如果一直不承認說自己有問題 那就不需要共管了 因為其實那就是原住民的問題 那就是原住民會自己去處理就好 除非國家自己也意識到在治理上面出現問題 那這才有可以繼續討論下去 這個是Burgis給我很大的一個啟發 回過頭來談原住民 那原住民不管有沒有問題 有啊 剛剛這些欄都告訴我們說 那個主體在形成跟組構的 是很辛苦的 假如沒有概率 那在現在的這個狀況以下 要去把族人重新把它連結起來 形成共識等等的都遭遇到過去 這麼長的時間裡面不斷的部落被切割 不斷的切割等等的這些問題 所以部落裡面也沒有問題 那所以我記得去年Burgis來 他說如果要共管 第一個很重要是說 彼此之間要建立某一種程度的信任 那信任從哪裡來 信任可能要建立說 建立在一個我們都有共同的問題 而如果我們共同來面對這個問題 或許你可以幫我 我也可以幫你 當然我這樣是不是比較理想一點 我不知道 但是這個是從他來的時候 他提到有關於這個部分 這個背後的一些概念 所以從信任的建立 那從看到彼此之間的問題 然後看到彼此之間可以互相幫忙 怎麼解決對方的問題 從這個方面來做一個起點 是不是從這裡有可能建立一個 比較好的共管的機制 所以它其實有幾個原則 這幾個原則 他說第一個很重要的是說 這個共管它的對象是自然資源 所以我們不要忘記了 這個自然資源不是只有財產 不是只有土地而已 那個自然資源的背後是關係 是人跟土地的互動的關係 是那個很密切的 剛剛我們就聽到很多很動人的故事 這背後有感情有認同 有各式各樣的這些層面 它連結在那裡 這個在原住民的知識裡面 非常非常深刻的體現出來 所以他說我們不應該把這個森林、河川 這些單單只是看到它只是物質而已 其實這個物質的背後有社會的關係 有人在裡面運作的這些體制在這裡 所以他說第一個部分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稍微來確定一下 說不管你的scale 你的尺度是部落或者是族群 那這個部落它的社會生態的系統是什麼 這裡面的知識是什麼 我覺得我們現在比較缺乏 可能是這個部分我們不清楚 我講不清楚不是說原住民不清楚 原住民可能很清楚 可是它清楚是在腦袋裡面很清楚 別人不清楚 所以這個部分如何讓它更清楚 也就是說不僅是原住民的其腦清楚 連原住民的年輕人也清楚 連國家單位也清楚 那麼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步 接下來他說那才有治理的目標 才有共管的目標 我們今天設立一個共管會 但是沒有說要管理什麼 也沒有講說這個裡面要處理什麼議題 就只是一個共管會在那裡 那這樣又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第二個部分是說有關於 這個部分確立出來以後 那個主權的團體可能就出現了 那個主權的組織就出現了 那接下來議題在哪裡 到底我們要一起解決什麼問題 那個治理的目標 那我也非常同意剛剛王老師講的 就是利用嘛 利用就是治理的很重要的基礎 好 那就從這裡 這個利用要幫助原住民 要能夠在現代的社會裡面 要能夠生存 要能夠生活 這樣子這個治理的目標 也是不是就可能有 跟著能夠形成出來 第三個他提到 那那些相關的這些參與者 這個我們有時候 我們會講說這個Stakeholders 就是說這些利害的關係者 包括到哪些 假如我們那個範圍界定出來的 那個社會生態體系的範圍界定出來的 假如我們要治理的對象跟目標跟議題 我們也清楚了 他可能是海盜民 或他可能是什麼樣子的一個 或者是一個什麼共管的國家公園 或者是這個都蘭部落對於海洋的資源的 如果議題清楚了 那誰會是在這個裡面都有相關的 他說可能這些要跟著要移行出來 接下來彼此之間的權利的關係 這裡面到底彼此之間 那個權利的關係什麼 必須要有人比較清楚的 去把它稍微做一些釐清 我們才能夠真正解決問題 第五個其實是今天我聽到 大家在分享的時候 我感覺很需要的這個部分 就是說 好像我們如果進入到法律的 文字的工坊的時候 我們就假設兩邊 我們就假設兩邊都是 都是真的可以上談判所 然後可以很公平的在那裡 事實上不是 都我們看到在部落裡面 甚至在部落的族人 他可能不見得有具備去瞭解 這麼複雜 剛剛蔡老師講的那種多如流氓的 那樣子的計畫規範 還有法律等等的 所以是不是應該要有一些資源 要往這個部分去投入 那個或許是圓民會 或者是除了圓民會 其他的公部門的單位 應該是順應著原住民真正的需求 然後去把那個資源導入 而不是這個公交單位 自己認為他想要做什麼 他自己就去做了 那結果造成很多的傷害 那最後才有這個對策的提出 那我想其實是這樣的 就是去年Burkis來 他們一群人 可能在世界各地的這些學者 再加上原住民的這些領袖 他們所做的這些研究 跟他們實際所看到的 告訴我們是說公館 其實是有關於權責的分享 不只是權責 還有義務還有權利 那我們現在的 可能很多我們在講的共環 基本上是不對等的 我們看到很多 不然我自己所遭遇到的 那只是被諮詢而已 是不是問一下 那還有共管 它可能是一組這個關係 這是這個夥伴的關係的建立 那當然更重要就是說 到底有沒有要解決問題 到底那個真正彼此之間的問題在哪裡 有沒有確立下來 這個是我想今天 利用這個時間跟大家做一些課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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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童老师也在去年参与了研考会的 就是丘小姐 童老师还有林老师在座各位先进 我也希望用很简短的时间去陈述我的一些想法 那在这个之前我想要先很快的回应一下 刚才杨副局长在谈到 就是说有一个概念上面的问题 就是说那个 盈翠有提到说关于这个历史中的不正义的追溯的回复 杨副局长有问到说 那对于那个日治时期的 那个不是原住民的土地被侵占那个部分 我们要不要去追溯 我认为是要的 不过我们也要去看清楚一个历史的事实 就是说在日治时期对于平地的地权是承认的 对于原住民的地权是否认的 所以才会有那个1895年的那个关友林也紧张取缔规则 你拿不出那个在之前的那个土地的权状啊证书的 你就全部受费过了 那相对在那个日治时期在平地的这些土地权被承认 而且他做这个临时的救贯调查土地调查 所以我们看到说对于平地跟原住民地区的那个土地权 受侵害的程度是有很明显的巨大的差别 那所以当然如果说在平地的地方有这种不当的征收啊 土地权的侵占 我也赞成说应该要去寻求这个历史正义的回复 但是对原住民来讲 它又不是单一的事件 是整个土地权的这种否定跟侵害 这个我们可以去理解 那第二个我跟大家报告分享一个故事 真实的故事 就是我在2007年的时候在做我的博士论文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坚持的后三 然后也透过林老师的这个写助 就在那边做了很多的工作坊 其中有一个工作坊 是我每个礼拜三的下午会到室内国小 室内国小跟他们是课后的这种辅导 跟室内国小的老师合作 就带这边的小朋友画地图 画我的家 就有不同的年龄的小朋友 然后就画他们心目中的家乡 那其中有一个图我印象很深的 就我们没有办法一天画完 所以分了好几个礼拜 一次一次用大的海报纸画 有一张图是有一个那个小学生 他画了他的爸爸在森林里面 那后面有一个人拿着枪指着他 然后他用那个卡通的那个漫画的那个 拉出那个对话 对话法 他说不要动我是领募局 那就是说我当时当然是觉得很惊讶 就是说一个小朋友在他的生活的经验里面 他感受到这样的一些创伤 或者说不愉快 那我们就开始带小朋友讨论 除了画那个地图之外 我们就开始带小朋友讨论他们画的地图的内容 我问说你画了这个地图 那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办 在座很多小朋友举手发言 那有一个小男生就说 就我们就出巢啊 你知道泰亚族的小男生 我们就出巢啊这样 就开始有人气嘴巴说 不行啊不行啊 我们现在怎么样怎么样 那这时候有一个小女生就讲话 她说那我们就用爱的语言感动他们 那我那时候就觉得 有一个体悟了 我就觉得说我从小到外面去念书 然后到夏威夷到哪里 我发现我这样绕了一大圈回来 不就是为了这句话 就是找到一种语言 来改变那个冲突的状态 所以我今天就跟他分享这些事情 我就说我们在谈这个自然资源控管的时候 其实刚才好几位先进都已经提到 好几个不同的方向的取进 从这种历史的正义的价值的回复 原住民的权利的取向 从那个奥斯坦在谈的那个制度经济学的 创造那个管理的效益的取向 从那个多文化的对话 那个人文生态 创造整个国家对于这种土地的多元价值的这种取向 我们都看到这种自然资源控管的正面好处 可是为什么到了今天 要把它落实下来还是遭遇到一些问题 我觉得如果我们去追溯它的根源的话 我觉得有一些迷思 所以我们必须把它从根本去做一些讨论 譬如说 从在那个逻辑的谬误里面 有一种谬误叫做道朝人 打道朝人 就是说你心中设想一个道朝人 然后你一直去打他 但是真实的对象的人不是那个道朝人 你塑造一个道朝人来打他 我觉得不管是原住民 还是政府的资源自主机关 心中其实都有一些大吵 包含对于国家的资源自主机关来讲 常常会认为说 好像原住民的土地的利益的实践 就是国家的整体的公共利益的丧失 这些事情我觉得是要好好地去思考 包含就是说从这个社会的正义的价值的维护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大福的张药法 我们社会的公共舆论为什么会如此的激动 是因为我们觉得维护一个人的财产权 是整个社会的正义价值之所在 不是因为他只有一个人 所以我们就可以欺负他 不是人数少我们就要欺负他 那个人数少的权力被彰显的时候 才是这个社会整体的正义价值的彰显 所以原住民土地权的维护 其实应该是一种国家的公共利益的创造 那这个部分其实是需要去厘清的 我觉得在原住民社会里面 其实也常常会有一些大草轮 就觉得说林务局好像就等于是政府 但是我们也看到说 其实林务局不一定代表所有的政府计划 甚至林务局里面都有那个不同的 官员其实他们有不同的态度 或不同的这种认识跟看见 那政府里面也有不同的机关 原民会它是一个某种程度是代表国家 在处理原住民的失误 可是某种时候原民会又有一种两面性是 它会努力的想要去找出一些 对原住民社会比较有利的平衡点 但是它又是那个国家的行政机关一部分 所以每一个机关它其实它都有不同的一些这种倾向 那行政部门也不是国家的全部 我们现在一直在等待行政部门去完成这个 这个草案的这个立法的这个草案 然后再送到那个立法院去 那那个土海法一直在立法院跟行政院里面来来回回 所以我们就一直等 一直等 除了那个之外 难道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国家的体制里面 还没有其他的可能 譬如说 如果原民会不公告传统领域 如果原民会觉得他公告传统领域 其他的机关也不理他 那行政院也不愿意以行政院的高度来公告传统领域 我们可不可以自己来公告传统领域 如果我们部落愿意连接起来公告我们传统领域 然后跟国家发生资源冲突的时候 我们就上法院 我们在过去的一些判例里面 尤其是最近的判例里面 其实上法院主张存统领域权不一定会输 对不对 我们看到国家的司法机关 其实他的这个立场 其实慢慢的在越走越进步 所以行政部门也不一定等于国家 政府行政部门也不是只有领务局 领务局也不是只有单一的取向 这里面其实我们对于共管的想像 很容易落入这几种模式 就是说社区跟国家的对抗 社区跟国家合作 社区比国家大把国家包在里面 或反过来国家把社区包在里面 但是共管它有可能有另外一种想像 就是国家其实也有好几块 那其实原住民的社区 或者说资源使用的社区也有好几块 它也包含了这个非政府的组织的 那个司部门的企业的盈利的部分 甚至还有其他的社区在周边 所以那个彼此的关系就非常的多元 我跟林老师没有事先串通好 但是我们引用的是同一份文献 就是那个Carson跟Birkus在讲的就是说 那个共管要去进行的时候 有几个先期的步骤要做的事情 那我想刚才林老师已经讲过 我就不再重复了 那重点就是说 所以我们如果只是去成立一个共管委员会 太早跳到那个一个组织的成立了这件事情 但是他在分析跟推动共管 其实都是应该是比较后面要做的事 就是说前面刚才林老师讲的 那个社会生态系统的界定 我们哪一些事情要来共同管理 哪一些问题要来共同解决 解决的方法有哪一些 我们现在跟政府的各个层级之间 那个角色系统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需不需要去进行赔利能力的建构 到这边我们才去谈说 那个共管委员会该是什么样子 我们的共管方案里面该做什么样的权利的 依物的责任的分享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说 我有几个建议 对台大 我跟林老师我在猜 为什么我们会共同引用那个 Bergis那个他的那个论述 我觉得原因是因为我们都觉得说 这个大概是一个比较有硬体取向的一个讨论 今天的讨论 我们都希望说最后的这个讨论能够有一点聚焦 然后能够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所以大概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都有自一同的提出了那个六个步骤 就我对台大的建议其实很简单 就是在看那个共管委员会之外 回过头去看前面那六个五件事情 那我觉得那五件事情的理性其实是有助于 后面共管的委员会的组成还有方案的内容的规划 那对林务局的部分我觉得 我们有一些事情其实是像林老师讲的 其实是可以一起来找到共同的问题 然后找到大家可以一起来合作的地方 那这些事情包含现在的法令 其实也有一些可以做的 比如说这个如果说圆明会跟领务局 可以就个案像副理长老师讲的 个案的方式选定比较适当的地方 那我们就开始来进行一些这种共管的 这种计划的推移 对于原住民社会 我也觉得说 我们当然是期待林务局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等待 不能只是等待 就是那个我刚才讲的 我们自己把我们的成功领域把它理清 部落跟部落之间串联起来 族群串联起来 那我们去公告我们成功领域之后 除了那个行政部门之外 在整个国家的这种 武权分裂的架构里面 大家也不要忘记 孙大船老师 现在才去当监察院的副院长 对不对 监察群的 然后施法的部分 其实对于国家的想像 如果不是把它当做铁板块的话 那其实我们可以找到其他突破的缺口 那以上是我们的分享 谢谢 第三场安排他们两位 实在是给了我们一点出路 稍微可以放松一点点 我们也会希望可以有路可以往前走 那是不是就请大家 就针对他们两位报告 还有如果对2005年这个reference有兴趣的话 是不是说大家先就是把目标换 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论坛的方式 我们是希望说我们就是照目前所看到 大家也表达出来一些意见 我们怎么样 在借着他们两个的一个框架 我们可以再整理一下说 我们下一步可以怎么样走 那我就先问 对不起 那我先问一下问题好了 因为你们两位都在监察后山做很久的研究 我们留了大概将近还是超过十年 而且就从整个后来就导引出来 其实包括共管法这些都慢慢都出来 所以引你们两位对这个 你们用流域的概念 对这个地方这么熟悉 你们觉得换句话说 是不是已经做到这个六个步骤的第一步 所以你们觉得以他们为例的话 觉得后面要怎么样继续做 我先用几个例子跟大家稍微说明 因为建议道德局长也在这儿 其实这个是可以好好可以来沟通 因为在过去几年 在监察后山发生了一些事情 那这些事情我觉得 从正面的角度来看 其实都有一些积极的意义在里面 比如说那个举木事件 举木事件当然我想可能到目前为止 对那个林文局的同仁而言 都可能还是一个痛 在某一个意义上 但其实那个已经走到相当的一个程度 我说回到刚刚那个六个一个过程上面 其实关于那个社会生态体系的界定 还有关于那个管理的里面的一些需求 其实已经走的相当的一个路 过来没有办法再走下去 我觉得是今天前面有几位提到 就是有关那个许可制的问题 就是说那个 因为我们现在的共管的这一个规定 其实这个背后那个许可 那如果说这个许可 如果稍微再让它变成 两边再更有一些互惠性 它不是一个比较单向说 你原住民你要盯我的 然后你们就没人来跟我们报备 这个部分有没有一些法律的手段 可以继续来做 那我觉得那一部分如果可以有一些突破 那或许这个部分可以走下来 第二个部分是前一段时间 就今年初的时候 正希宝他放下柵欄 那个挡那个山老鼠的那个事情 其实林务局有同仁去参加 那个仪式 所以我也觉得说 那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合作的契机 那个合作的契机就是说 其实不是原住民部落跟林务局对抗 其实是两个在合作对抗那个山老鼠 那山老鼠为什么现在这么猖獗 为什么现在这么猖獗 其实我们要认真的去问 这个背后 这是我真的是觉得一个很大的问题 现在连毒品也进去了 连这个外老也进去了 那背后这样子的一个系统 会不会也是一个林务局 或者是国家资源管理的单位 跟原住民的部落 对保育 对这些部分有很深刻的认识的这些伙伴 可以互相合作的部分 我举这两个例子 我对于说局务事件其实只是停下来而已 但是那个已经走了相当一段时间 可不可以再往前走 第二个就是说其实那个就共同可以解决的问题上面 山老鼠的议题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可以合作的部分 我给大家稍微补充一下 局务事件就是司马库斯局务事件 然后在这个之后就有了2007年 有10月18号其实就是共管法通过这个时候 之前一点点 是新竹县尖石厢御丰村及秀兰村原住民族 采取森林产物作业要点 然后下面有 然后有拟定采取传统领域 土地森林产物管理规则等等 那这一些 那在2007年这个作业要点提出来的时候 马里光跟吉纳吉人 他们并不满意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版本 他们自己提出来了 马里光吉纳吉传统领域守护规范 然后这第一个版本是当地语言的 然后我们后来 当然我是得要看中文版了 所以这个部落是这一群人 不是一个部落 这个两个流域的人 两群人是非常有能力的 也很清楚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他们的管理的顺序是什么 管理的方式是什么 所以林产物局这边有一套管理的概念跟方法 那可是他的管理对象本身对于怎么 他的环境需求 他跟环境的关系 他有怎么样规范 也有自己一套看法 所以后来实际上 布洛是用自己的这一套 那当然正希宝今年初的 今年4月的这个事情 是正希宝在这个整个群体之外 他有一个独立的一次的行动 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些部落已经非常成熟 他已经准备好 他非常知道他要什么 他也有行动的能力 所以下面可以怎么做 那林老师又认为说 这要回到官方的谈性了 那不完全 我的意思是刚刚今天副局长在这里 就是说这期间有一个 是有一个对话的平台在这里 那这个可不可以做 当然就是鼻子还是可以再协商 因为今天有录影 所以有一些我们心里的话 不太好便 那刚刚杨副作所提的 这确确实就是部落的治理 跟国家的治理 包括司法的刑罚系统 我们之间的冲突所谓带来的 按照原住民的规范的话 他对于犯错的人 他不希望说很快的就用到刑法去处理 以至于说对于部落出现 配合外面的人的那个三老鼠的时候 他们希望说能够按照部落自己的方式来处理 但是不行 现在的这个处理方式 假如他被举发出来 然后就开始进行司法的这些刑罚 那部落他就没有办法去同意了 所以就造成部落在毛 但如果说原住民自治的话 那就不会有这种矛盾 因为如果是自治的话 他就是可以用部落自己的这个怎么讲 规范跟裁判的体系 他会看这个情节 然后会看他的粗饭 累饭等等这些东西 然后在部落里面用团体的规范来约束他 那他们认为说这样 就不会让这个三老鼠 他就一步错步步错 最后就掉进那个毒品的深渊里面 所以我是说这个事情当然就提起来 就是说这个整个共管背后有非常多的面向 这个其中也是一个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说 即使为了台湾的生态的永续来讲 原住民自治是有必要的 是因为我们在实际上就遇到这些问题 也会在这个矛盾当中解决 所以我就拉回来有一个问题 刚好林老师跟关大卫老师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许可制的问题 就你们刚刚谈的第一个步骤 假如我们的社会生态系统能够确定 对原住民来讲最重要的社会生态系统就是部落了 最重要的 那在进到第二个就是治理目标 治理目标大家都会讲就是部落的永续发展 那部落的永续发展 包括刚要处理这个三老师问题 包括这个资源的采集利用 怎么样能够永续 那许可制比较能够永续 还是按照部落的那个生活的管理规范 比较永续 那我们部落的那个管理的方式 跟现代国家很不一样的 就像刚刚汪老师说一样 每个人都是警察 每个人都是执法者的 每个人都是 他在保育当中他在利用 他在打猎他在保育 他在保育他在打猎 就是说这样子请教两位 许可制比较能够达成我们共同的那个永续目标 还是部落的那一种 我也不知道讲那是什么字 那个就是 就是他有一个部落的规范来处理 我看这个大概都还是要看条件 就是说今天我们在看那个三老鼠的问题 其实不是说突然间出现三老鼠 这个可能也意味着说 可能国家的这个力量 他在对于这个山林的这个管理 因为台湾实在是太复杂的 这个山的这些生态等等的 他还是有一些管理上面的一个限制 所以说三老鼠现在这么多等等的 我不觉得 我因为许可制就是说 反正所有的主权都是在我国家来管理 那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久而久之 原住民就觉得那也不是我的 反正那就是你们的 那如果那是你们的 那就是你家的事 如果三老鼠进来 那也是你家的事 也不是我家的事 所以许可制会不会比较容易造 这个有永续的效果 我看也是要看条件 就是说那国家的管制的力量 可以到什么程度 倒过来讲 如果我们说让原住民来决定 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条件 那也是要看这个部落里面 比如说以太亚族为例的话 他这个Laga的规范的强度 这个我回到那个 就是Burgis 他再更早 这个跟Ostrum 这个得诺贝尔经济奖的这个学者 在讲 就是说那个传统规范的强度 到底强到什么程度 我们都不否认 现在其实在台湾有很多的原住民部落 已经被现代的这些机制 已经切割的 还有接下来下个礼拜那个选举 你看那选举 这样再切割 切下去以后 那个传统的规范到底有没有够强度 可以来规范 那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这个够强的话 那当然他就是有一定的生态社会系统的 那个规范在那里进行 这也是有很多国际上的这些例子 还有这些理论 也已经都证实了这个事情 所以那还是条件 就是说那还是条件 所以这个部分 我比较不会期待说 国家去设立一个 从台湾头到台湾尾 一个叫做一贯的通责 来看待这个共产机制 而必须要是区域性的 或族群性的 或部落性的来看待 我先回应一下 关于那个许可知这件事情 我很喜欢讲一个故事 那我不知道 因为在座有一些 我学生搞不好已经听过很多词了 就是那个 丹大灵场 还在开放那个狩猎的时候 就是用许可知 比如说布农族人要进去狩猎 就是说要先登记 我要打几只 要打到什么猎物这样 所以布农族人就很困扰 因为对布农族来讲 比如说去打猎物之前 说我要打到什么 打几只 你就一定打不到 那是一个吹牛 那所以就说 这跟布农族文化 其实是不符合的 但是不表示说布农族的人 没有一套管理的机制 我的理解是布农族人对于说 哪一块地方是哪一个氏族的 什么地方 什么兽区等等 它是有一套管理 我们对泰雅族的了解 也是这样子 甚至包含说 我们像是那个阿美族 吴建民老师 他在做的这种地景生态学研究 就发现说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认识 就是说 原住民对于这种环境的治理 是采取一种地景的管理的方式 跟现在的生态学里面 对物种跟物种的数量管理的逻辑不一样 它是需要去计算有什么物种 还有多少次 去看它的生态是不是平衡 但是我们是维持那个漆地 那个漆地的管理管理好之后 我上山我打得到是我的福气 打不到表示我什么地方做错了 它的管理上面 是一样能够达成那个效果 但是跟那个生态学的物种 跟数量的那种计算方式不一样 如果说今天灵物局可以理解到 这一套地景式的管理的系统的话 接受原住民有更高程度的自治 而且是让传统领域的机制能够被承认 那这个事情其实是可以达到 跟用物种去跟数量去计算 一样的效果 不而且更好 因为它其实是整个社会的组织 就是结合在里面 那回到这里就是 刚才林老师在讲说 那个山老鼠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都 灵物局或原住民部落 都双方 都必须去共同承认 我们都处于一个动态的变化之中 那部落里面其实不是君子的 我们一直在面临那个外来的变化 内部的变化的挑战 灵物局其实对于那个山林的治理 也不是完美无缺 不然的话就不会有 那么多的山老鼠的问题 就表示说这个治理 其实是有一些要去改变的地方 那这个其实就是 我们要共同去面对 我觉得那个像我刚才讲的 让传统领域的 这样地井式的管理的机制 放到我们的山林的管理里面 当然部落它不是一个君子 但是有不同的力量在拉扯 就是有像这个郑喜堡这边 他希望说我们来 用我们的这种拉扯的方式 方式来进行管理 但是部落里面也有一些 他可能他就是跟山老鼠合作 那现在我们要去肯认哪一方 对不对 我们要去支持哪一方 灵物局的决定其实是可以 让那个愿意用这种地井式的管理 用拉扯的社会组织来结合在这种资源的治理 社会内部的规范的这一方的能够得到支持 对不对 所以那个行动 我们的这种国家的制度的 这种小小的转变 其实是一个行动上的支持 然后让那个符合我们的资源自理的利益的 这样的方式能够被支持 那这个就会越来越强大 这是我的一个出现的看法 谢谢 那个刚刚一直在谈到的许可是 那个实际上的情形是 我从嘉义里婉宿回到局里面谈的一个 以后那是十几百年 我连续开六次的会 包括要请的地方的民众 来建设我们的第十五 森林房第十五第三项的那个程序 那那个吴金森还在这边吗 那我不知道他是看到什么 我们当时当然不会 所以任何的事情都是讲究所谓的行政的成本跟效率 我们不可能说单单就是某一个人 他要采取少少的都要去检查 不可能 我当时的机制是说 他全年在这个部落 你只要使用什么的物种世界告诉我 那如果你可以告诉我们可以告诉我们 如果不能告诉我们 你事后再补单都可以 那你如果说全年告诉我的话 我只管他的种量 我不再管哪一户要拿多少我不管他 我只要你总量到达了以后就是品质 就是今年的量品质 那我是从一个所谓的野生动物的角度来切 跟刚刚三位的我都接受 那如果说从野生动物的角度来切 当然他不是看他的数量 他是要看所谓的生态系的完整 如果你生态系完整的话 数量只要隔几年就会出来 可是不要忘了 数量是他的指标 因为你生态系的完整 他是比较一个空的东西 你只要透过说他有多少量 你透过这个量 你才是一个指标来当成一个准薄的依据 不然的话按照刚刚的那个 他说有的时候很难对一个 比较一个形而上的东西 去数量化出来 那那个我还是非常同意 刚刚林老师讲的感到就是 如果这个部落已经达到某一个程度的话 其实施马故事跟我们这样的关心非常好 他说他们管就好 我们当地的那个巡视的人 一天到晚就很轻松 就跑到那个 施马故事说聊到天就OK了 可是有的巡视的人 就类人像狗一样 因为路客来太多了 他已经漫天的叫价 那很多人把森林里面当成提款机 他今天毒品没有钱了 他就到森林里面去 所以包一块出来就是20万 10万他就可以解决他毒品的问题 那我们的巡视人员 每一个人要巡视2000公顷 那他的地质高低不平衡 大安森林中原是25公顷 你看多大的面积他来管理 那实际上是不可能百分之百 因为很多人是把它当提款机 这时间讲到很多有关共同管理的问题 但是我们也知道共同管理的一个前提就是 就是刚刚的第一步嘛 就是必须把那个知识体系的部分做个整合 可是现在我们会遇到 我要说 因为我现在是原生在社 就是我们会遇到一个很大问题 就是这个整合的工作的责任 到底在谁身上 是在人类学者 民族学者 还是人民社团 还是政府 还是校房 就是究竟是谁要去做传统领域调查 谁去做部落组织的重建或建立 或是说所谓的规范的建立或整理 比如像要把它改造变得 把它有明文的 你要说把它整理成 整理成文字 或是整理成一个 让大家都可以去理解 大家都去认识的系统 所以我在 就是我比较想要问的问题是 这个在整理会整这些知识 或者会整这些 这些重要的 有关原民知识体系的东西的责任 应该要交给谁 因为校方总 或是校方或是政府会说 我们 不好意思 我们不够了解原住民 所以 希望原住民方可以提出来 可是我们刚刚也可以看到 其实部落 已经有自己很多自己要繁忙的事情 原民会也是 那 人类学者当然也很努力 民族学者也很努力 可是 大家也不可能做一个非常广泛的研究 那 究竟 我们期待的一个公平 或是 对等 或是完整的一个共同管理 或是一种 资源的共享 的一个方式 我们一定要建立在 我们互相 有足够的认识的一个前提下 那 就是我比较想要问在场的各位 就是 这个责任 应该是 要谁来负责 因为 大家 大家常常会往往就是说 因为 就是 没有一个人是正在了解全部的 那 到底是要谁来做这个整合 对 因为不知道后 我们会常常面对到一件事情的是 政府会说就是 啊 人民去做啊 因为你是当地人是你要做 可是 当地人其实自己有自己生活的一些重心 他还是要生活 那他的 那 到底责任贵属要在谁身上 因为 我们真的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想要问在场的各位 我 我简单很快的回应嘛 可能有点粗浅 但是 我 第一个想法就是 这个当然就是我们要自己做 就是说 权力伴随就是责任 对不对 那我们要争取权力 就是要 负起那个责任 那当然一开始 在现有的制度下面 框架上面 一定大家什么都不做就相当无事 如果我们要追求改变 就必须要有人跳出来承担这个责任 包含原生贷色的同学 那另外一方面 接下来我们要问的是说 那那个整个资源配置有没有问题 就是说 如果今天原生贷色的同学 开始挑出来做 或开始去建立那个连结的网络 原名中心那边进来 那接下来就说 那在整个这种 资源的配置上面 应该要做怎么样的配置来支持这件事情 那就可以再去做进一步的讨论 我的想法是这个样子 我想今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重要的议题 刚刚讲的就是说 把那个你们六步骤就是把文化 或者整个这个系统 到底怎么先弄出来了 不是马上说共管法 2007年有了 我们就进去那个小框框里面 很像一个景深医 那同学这边的问题 其实跟我们刚刚上一场 蔡老师啊 苏米如妮小姐 这边讲的问题非常相似 我们当然都知道 权力义务是相关的 都要部落来做 部落真的哪有那么多时间 跟人力来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好像现在这些事情 都纠缠到一起 所以这边也许我们要想的 这道理我们大家都知道 大概好像大家意见也很相近 也许可以比较具体的 是我们从个别部落 或个别已经被辨认出来的 像你们马里公流域 那个区域来说 我们的策略应该是什么 因为真的 台湾的情况非常非常复杂 好像即使我们希望他很多 做好之后能够有法 有变成法 可是在这之前 好像很难有一以贯之的一个办法 那我不知道突然那边你们也很辛苦的在挣扎 有没有经验中给一些策略的解议 因为他们如果投证到部落 就会像你们非常非常辛苦 我大概讲一下 我想老老再也给补充一下 其实现在就是说 最早从突然比这个案子 就是突然比这个案子 突然周边像美丽湾 周边突然湾地区的这个案子 突然部落就是比较年轻一个 就像他们老老是有提到世代的问题 年纪就是大概我这个年纪以下 大概90年代 等于说文化复赠运动以后的这一批 年轻人 大概40岁以下这一批 大概 现在目前 日常的机会 对阿美丽湾来 日常的机会是很重要的 即便看好像是没有意义的 细效动法 可是他对阿美丽湾 其实很重要的意义 是在 其实说人跟人之间的冷静 然后其实在这里面就 对现在公共满的一个做法 能够合作的合作 但是 所以大家也知道说 要趕快学习 即便那些法令真的是莫名其妙 或者是那些组织单位 那这是同时要做的 就是你该学习该要做的 就是该谁该要做什么 都还是要做分工 组织还是要维持 让它越来越完整 可是另外一方面是 当我们还没有做完整 还没有那个 就是说 部落里面还没有一个单一的集体性 或是那种 就像达到均职化的时候 因为目前大部分部落 都不是均职化的状态 那你还没有达到一个 比较大的共识的时候 如果哪一个单一的公共部门 或是其他的利益团体 想要去动某些部落的人 不是 那就只有抗争意图 就是至少不满足一下很理解我们 就说已经很清楚告诉他们说 这一块 我们还没想好要怎么做 所以你不要动 等我们要想好要怎么做的时候 我们已经有能力怎么做的时候 我们再来谈 所以 目前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心态 在大部分领域里面 是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不过这两年也是大部分越来越多 因为还是需要人啊 就像那个淑敏讲的 就是人啊 都在外地 都在那个 那忽然现在就是从很早期开始 威斯拉尔跳的时候 那就开始是靠完Facebook去串联的 一直到现在 很多公共事务都是在 在演出上面做串联 变成是说像阿米 阿米失业节目 我们都把它当作是一个 组织动员的一个练习的一个方式 就是我们不放弃任何一个 可能可以动员 可以组织 而不是只有在仪式的时候 才会出现 那个所谓的 在人类学教科处里面 才出现那个组织 那我们现在的策略 是往这样的方向来走 有一个要补充的吗 我想我很简单的补充一下 蔡老师所讲的 就是说 其实也是刚刚 大家都在同一个课题 那同时 就是说 里面不需要有人 人其实就涉及到组织的问题 那涉及到组织跟协商的问题 其实原先的体系跟现代的体系之间 就必须不断不断的互动 那只要他是动态的 就是说他不是静止的 只要是有人 我认为就是有希望的 虽然在那个长期的过程里面 可能还是有很多混沌的时候 但是最终 我觉得还是可以开到眼光线 只是说 他还是一个持续 持续不断的 这个努力所累 而且是多方努力的 就这不是一方努力 所累积出来的一个结果 我再补充一下 其实东宛处 我一直信任 东宛处这两年的转变 其实推卖讲来真的蛮大的 突然是他对抗 那个处长出来就说 我也是少数民族 通常是非族的 我们体会你们的心情 然后整个好像开始 他就变得比较软 可是事实上前两年 那个抗争 就是那个抗争 其实是非常激烈的 这就是接近的时间 抗争非常激烈 那可是 即便像 不管说林伍局 开始慢慢有这样做 就像我刚才前面讲 各个不同的 因为东宛还比较复杂 不是只有面对单一 或是比较少数 是这么多的一个工部门 然后还有这个 财团在后面股市单单的 就是石油土地的购买 所以那个状况非常复杂 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面 像台中县政府 跟东莞出 因为我每次去参加会议 有时候是主动要去 有时候是被邀请去 我们就看到圆明会 大概机场都是缺席的 就是上次 东莞 杜兰湾的那个 呃 就是那一次政策环平的这个案子 这么重要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会议 居然圆明会没有来 我就非常非常傻眼 怎么可能圆明会没有人来 那现在武派的一个建设处的 呃 科长 还是什么的 问他什么 他也搞不清楚状况 变成是这样的一个 变成是好像 目前我们看到的问题 也确实在这么多元的那个 通部门机构里面 这个补调其实是非常不同的 那 这个人如果看到这个状况的时候 那在部落里面 该怎么应对这些 补调不同的这些 部门机构 我想是未来可能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挑战 反倒是说 县政府 就叫一下 要像对待 公管处一样 对县政府 对这些比较 丑比较慢的 再给他叠个两下 还是怎么样 猜我用还是 我也不太清楚 也许 这个大家可以思考看这个方向 谢谢 卢老师好 已经被开了 他的文章里面有提到是说 如果我们回到 比较狭隘的这个共管会的话 他会觉得 应该是让乡公所或者县政府 这个公务部门称息 只要需要单一代表 所以他们就是应该是说 部落不需要面对不同的公务部门 而是单一代表 然后扩大相对的应该是 扩大部落的代表 就看那个区域的划分是什么 那个 那是另外一个想法 所以我们如果回来讲到 共管法 会觉得共管法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听起来 他成绩太低了 所以是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因为它毕竟是一条法律 一个办法 尤其法律用效用的办法 我们需要修法 建议修法 还是说暂停使用是怎么样做 比较好 还是目前情况是各个部落 如果自己看他面临的处境 他看才决定他要怎么做 我想回 如果回到 刚刚我们以前identified出来 其实那个共管法 就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 他只是同意 就是行使同意权 但是他给你限制 你不能搜集以前的这些部分 那有没有一些 我的意思说下一步 就是刚刚讲 那个不是我们今天可以处理 但是那个 今天那个 那个邱小姐提到的那个部分 就是说那个部分 还有没有一些法律的手段 或者是比较好的一个 一个嫁接的平台 可以继续做 就是可以在想 那另外第二个就是说 关于那个共管会的行程 我觉得这个共管会行程 目前我所看到 基本上都不是对等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说 其实我们想像的 并不是那个社会生态系统 里面的代表制 而是都是想回到乡公所 想回到这个县政府 当然他们是利害关系者 没有错 不过有没有什么一个机制 让那个社会生态系统 这边的代表性可以提高 要不然我们就会一直回到 其实我们看不到部落 现在的共管会看不到部落 其实基本上那是中华民国 就是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 找中华民国的地方政府的代表 然后都是由中华民国的政府 在指派原住民的代表出来参加共管会 所以看起来这根本就不是共管会 如果是真正的共管会 应该想办法让那个真正的部落的代表 他可以从部落的这个共识里面出来 那当然另外因为我们说 为什么部落代表这么重要 因为他才是有那个知识的人 而且他的情感才是在那个地方的 就回到人地关系这个角度来说 那我们已经演完了一个小时 我从来没有这样开过会 我抱歉 竟然还有这么多人 改人 那那个我们会把 这后会所有的这些今天的录影 都会上YouTube 就请大家从圆明中心去点影片 大家给我们一点点时间 可能要到12月 因为另外一个会 12月中以后 我们的这个助理千人才会有空 那我们就非常感谢 尤其是林一尔老师 跟我们的合伴有出 十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钱 我非常感谢他 然后几位讲者 还有能够持续 然后杨副局长非常愿意 就是这样子交谈 那也很谢谢他 我们希望这个交谈的 就是慢慢的沟通的效益 是真的可以看得出来 那然后今天大家 二人股正面继续健康 我们就非常感谢各位 我们希望有持续的一些讨论 那我们就 我很大方的讲一下 我们在阿威尔也很想很想很想 要继续谈的人 我们可以在俄美吃饭继续谈 好 谢谢各位